这个男人居然当着大庭广众的面 用一个女子宽衣解带 还撕开她的裙子露出大腿 这个举动在朝鲜时代可是极其伤风败俗 但围观者虽然眼面惊呼 却无一人出面阻拦 原来这个男人正是朝鲜八道最有名的医生士丰 只见几针下去 原本已经被宣判死亡的宫女 再次睁开了眼睛 旁人的欢呼声还没持续多久 就被吏声呵斥 内医院的人责怪世丰分不清事态缓急 明明世子此时正因为基石昏迷 他却在医治宫女 来到世子殿 要试针前 世丰特意让王回避 直接的口吻让王有些不满 但还是退到一边 世丰只是小尸一针 世子就从踏上惊醒 随即朝一旁呕吐起来 王这才知道 方才世丰要自己回避 是害怕世子吐在自己身上 王瞬间大悦 想给世丰晋升奖励 可此时的世丰 早已是内医院针灸首席 再无可生的职位 王大校长给了世丰一些物质奖励 在王的身后 御医和左相阴森地对视了一眼 看向王耳后的肿疮 世丰是个妥妥的人生赢家 不仅出身两班贵族 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学霸 但在拿下科举文科状元后 不幸经历了母亲离圣 悲痛了她弃文从医 钻研医书 再次回归便是荣灯 医科状元之时 以妙术回春的针灸术 文明朝鲜八道 更令人羡慕的神 如此完美的学霸 还有一副好看的皮囊 世丰离开世子殿身 身为立判的父亲悄悄告诉他 王正准备亲自北伐 身为医生的侍风觉的不妥 北方天寒地冻 若是王在征讨途中染上风寒 他身上的肿疮就会恶化 反对王北征的不止有医生 还有当朝左相 但奈何王的意志坚决 左相只能使出阴招 他联合御医 对王平日的膳食下手 最终导致他脸上的肿疮恶化 王惊觉自己的疾病在家中 连夜写下书信 通知大将军提前北伐 可传信的人却在半路被神秘人射杀 这天上朝 王昏倒在床榻前 侍风接到通知连忙赶往王宫 王躺在殿内 正经受着发病的痛苦 但御医却故意姗姗来迟 侍风观察了王的体貌 突然觉得王的症状像被下了毒 但他还是不敢坚信这个观点 毕竟在王宫里谁敢对王下毒 难受的王恳求侍风对自己施针 但父亲频频失眼色 让他不要参与这件事 不过侍风本着救治伤患的医德 最终还是忍不住出手 谁知他刚刺破王的肿疮 鲜血就喷溅而出 出血量大到根本无法停诊 侍风瞪大眼睛 早已手王脚乱 片刻过后 王死在他的手里 侍风作为害死王的罪人 被抓了起来 然而在国丧期间 利盼检查尸体时 无意间发现 赤丰给王试过的针 呈现出黑色 这显然是中毒的症状 利盼将这件事告知世子 并开始详细调查 王服用过的食材和药膳 如此兴师东中的调查 最终让负责下毒的宫女心态崩溃 他私下找到利盼 声称自己收到一份古怪的草药 上面只说这是来自异国的香料 他就毫无怀疑地 混进食物中给王食用 利盼拿着剩下的草药 四处打听他的购买渠道 最终查到这是一种剧毒的药材 是由御医购买来的 利盼正想将这份文书交给世子 可进宫途中却遭到神秘人袭击 神秘人看不清样貌 在腰上挂着一枚蝴蝶形的腰坠 不远处一个女孩 似乎看见了谋杀现场 吓得无紧的嘴 利盼死亡的消息传到狱中 世丰悲痛欲绝 他原本光明顺遂的人生 就这样以迅雷之势崩塌 世子上位之后下达的第一道正理 便是查抄利盼府 将世丰流放出城外 绝不能再踏进汉阳城一步 然而世子看似严惩 实际上却在用苦肉剑 保全世丰的性命 世子从未放弃 王氏被毒杀的可能性 如今利盼已死 能够揭露真相的只剩下世丰一人 但世丰情绪低落 刚来到城外就站在悬崖边 试图寻死 关键时刻 意外被当地力道大人的女儿 恩宇所救 恩宇痴迷医术 正在运用自己所学医术 追查一宗冤错案 这才顺着真凶的鬼剑 来到山里 意外撞见世丰 见到世丰第一眼 恩宇就从他腰间的针筒 和刀及碎袋 以及帽上的浴冠看出 他是内医院的医生 恩宇虽然不知世丰经历了什么 但还是鼓励他 医者不仅能够救人 也能救自己 恩宇说完之后 转身跑开 继续自己的调查 世丰却被这个 萍水相逢的女孩治愈 心灵犹如清风拂面 豁然开朗 一年之后 世丰依然还活着 带着葡萄四处漂泊 由于害死王的打劫 世丰的手 每每要是真实 都会出现强烈的颤抖 这个疾病 让他无法再从医 迫于生计 他只能不断变卖身上的 珍贵物品维生 这天 他在路边摊吃饭时 隔壁桌 有一个被糕点掖住的人 旁人看见世丰医生的打扮 立刻让他检举医治 可世丰的手颤抖不已 根本扎不下去 一旁有个医员 留意到世丰的情况 随即走来 暴力地拍打病人的被驳 让他把卡住的石窝吐出来 人群散去后 医员主动提出 想为世丰治疗手抖症 可世丰却不领情 医员没有生气 只是让他若是想通 就去路口的桂树医馆找自己 夜晚 世丰又在梦中见到死去的王 吓得他立刻惊醒 来到湖边放空 这时 一个白衣女子 缓缓走向湖心 看起来似要想不开 世丰立刻跳下水 将对方打捞起来 却发现这个女子 正是一年前 武力自己的恩允 世丰拿出针筒 想为她治疗 却因为颤抖 无法下手 最后只能对她 坐着胸口按压 和人工呼吸 经过世丰的急救 恩允恢复了呼吸 但却陷入昏迷 世丰想起 白天遇见的医员称 自己的医馆在桂树下 便背着恩允赶到这里 世丰对救治的思路 无比清晰 就是缺乏一个手提 为自己具体实施 在知道医员救治恩允后 世丰毫无眷恋 转身就离开医馆 但医员追上前拦住世丰 让他支付救人的费用 仆人觉得对方十分失利 立刻爆出世丰的家世背景 医员听说之后 心中若有所思 更坚定了要留住世丰的决心 为了让他偿还医药费 医员叫来补快坐镇 强迫世丰签下打工还钱的条约 让他留在贵书医馆看病 否则就以诈骗钱财的罪名 送去官府 仆聪提醒他 流放期间 最好不要和官府设上关系 免得招来灾火 最终世丰在条约上按下了手印 今日医员要外出看诊 放心地将医馆交给世丰 让他优先治疗一个患有眩晕症的病人 可世丰并没有听从医员的话 反而和病人一起喝起酒来 医员回到医馆 看见醉醺醺醺的两人 气得一盘冷水浇在世丰头上 世丰被惊醒 借着酒意说着自己不得治的人生 他曾被称为真神 如今却连针都拿不稳 病人气弱油酸 说着自己的职业就是走神医人 如果不能从事这个工作 活着也没有意义 这些话让世丰内心动摇 随即答应医员 自己会治好病人的眩晕症 让他重新走上绳子 但治好之后 自己就要离开桂树医馆 两人的条约也必须作废 文言医员答应下来 世丰开始投入治疗 几天之后 病人不仅剑步如飞 还能空翻跳跃 他迫不及待地开始走神 世丰也觉得 自己很快就能逃离医员的掌控 然而医员不苟言笑 似乎早已看穿结局 果然病人刚走上绳子 就重重摔了下来 原来世丰一直以来 都在用外敷的方法治疗 并未针灸 若不失真 病人的走神生涯 基本断送 病人哭得四斤裂肺 世丰心中也五味杂陈 这是医员告诉他 眩晕症根本不是大病 严重的是病人的心病 他和世丰一样 都是心理上对自己失去了自信 世丰沉思片刻 突然拿起铲子 在地上挖掘一条小钩 把绳子放在钩内 他让病人闭上眼睛走神 就幻想着自己在空中漫步 病人如他所说 闭眼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这一次他绝不会再掉下来 如此思考 竟让他久违地快乐起来 由于世丰并没能让病人重新走神 只好按照约定 继续留在医馆工作 这天医员带着世丰外出盼审 两人来到一个府中 刚给老夫人看完病后 女仆就匆匆拉着世丰去救治家中小姐 世丰来到小姐寝室外 发现自己要救治的人正是恩宇 过别多年再次相见 不知为何原本开朗乐观的少女 竟会频频想不开 此时恩宇也抬起头 事件与世丰交汇 还未说些什么就晕了过去 世丰只好把医员找来 让她替自己下针 医员也发现 恩宇就是上一次 世丰深夜救下的溺水者 原来恩宇是这家人的儿媳妇 只是儿子早逝 夫人给了医员很多诊费 让她务必治好恩宇 看起来对儿媳妇十分关心 只是一转身 夫人就换了一副面孔 神情阴质而冷漠 回家的路上 医员看出世丰对恩宇的特殊关心 但还是嘱咐了一句 让她不要插手别人的家务事 果然在世丰和医员离开后 夫人找到恩宇 一见面就狠狠打了她一巴掌 只得她诡计多端 故意在医员到家时惹是生非 紧接着把恩宇和女仆 丢进柴房关禁闭 夫人之所以如此怨恨恩宇 是责怪她把自己的儿子克死 白天为树医馆的病人人满为患 医员实在分身法术 只好让世丰的仆人将她扛下来救场 世丰立刻让人划分了可可区域 让病人按照所得疾病排队 如了这套规范化的看诊流程 让闹哄哄的医馆立刻变得井然有序 医馆里的所有人都很喜欢聪明的世丰 尤其是一位婆婆 直接把世丰当成自己的儿子 婆婆年轻时经历过仆人入侵的战争 因此患上了创伤性的精神疾病 发病蛇会在大街上奔跑 高呼呼人又杀来了 医员和世丰连忙将她从大街上带回来 耐心照顾婆婆休闲 婆婆希望世丰能为自己施针治疗 但世丰仍旧一脸遗憾 她也想救治婆婆 但奈何自己已经拿不了银针 隔天世丰照例前往桂树医馆看诊 今天来的妇人明显比昨日居多 世丰从远处走来 一拼一笑都让妇人们花痴尖叫 就连姻缘的女儿都为之沦陷 觉得光看着她的脸病症就会痊愈 就在这时 女仆朝级的背着恩雨前来就医 问诊时 世丰得知 昨日他们刚离开府上 妇人就把恩雨关进了柴房 世丰诊断了恩雨的脉搏 发现这次她服了毒 不一会儿妇人也带人闯入医馆 不由分说的要将恩雨带走 妇人自选 家中是贵族出身 不能留儿媳妇在这种乡野医馆治疗 她必须要将恩雨带回家 世丰和姻缘被上门为其医治 但世丰还是拒绝 只言夫人把恩雨带走 她只有死路一条 夫人却吃笑着 嫁过来的媳妇就是她家的人 是生是死都由自己决定 说完便让随从直接动手 突然婆婆从角落冲出来 直接上手扯着她的头发 夫人被冒犯后 气急败患叫嚣着要抓世丰和婆婆等人去衙门对阵 这时姻缘出现 开始打着太极 声称如果闹去衙门 恩雨三番两次想不开的事就会曝光 到时脸上无光的一定是夫人 想到有损面在 夫人这才作罢 带着随从和小儿子离开医馆 随后世丰专程来到夫人府上 检查了恩雨服用的汤药 还有熬药用的器皿结尾发现有下毒迹象 恩雨就这样在桂花医馆暂住 但她对于治疗极不配合 不愿喝下回她熬好的汤药 世丰来到她身边说起大家都在费心拯救恩雨 为何她不接受好意 恩雨不屑地回答 自己从未对谁求救过 世丰反问 那一年前她为何会救下自己 听到这句话 恩雨脸上闪过一丝差异 显然对世丰还有印象 但下一秒她却躲进被子里 说着自己不记得她是谁 世丰刚走出恩雨的房间 就看到喝醉的姻缘走来 她嘱咐世丰暂时什么都不要做 等时机一到 她便会主动说出自己的故事 隔天恩雨的父母来到医馆 见到女儿一脸憔悴 恩雨的母亲痛心疾首 她何尝不知道 女儿在夫人家受尽折磨 也曾多次提出 要把恩雨接回家中居住 但恩雨父亲却觉得这不服礼教 恩雨不愿让父亲为难 坦言自己还是会回到夫人家 她顾全大局牺牲自己的模样 让世丰久久不能释怀 恩雨回家之后 这日深夜她又一次悄悄溜出来 来到悬崖边上准备纵身一跃 就在这时 世丰突然出现 将恩雨从悬崖边拉回来 她告诉恩雨 自己是医师 也不能看着病人死亡 世丰不知道 恩雨的心病是什么 但却知道曾经的恩雨并不这样消极 她曾救过自己 用温暖的话语 鼓励世丰活下去 这番话终于打动恩雨的心 她跪坐在地上泪如雨下 终于说出内心的痛苦 眼下她已经无家可归 留在夫人家 她迟到会被折磨而死 回到自己家 又违法度所不容 文言世丰安慰她 越是如此 越要坚强地活下去 世丰会想办法 帮助恩雨脱离苦海 今晚世丰带着恩雨回到医馆 让她和婆婆住一晚 婆婆一眼就看出 恩雨的病在于心灵 她心疼地抚摸这个憔悴的女孩 说着若是夫人在作恶 自己会去教训她 婆婆的关案 终于让恩雨露出一丝笑容 她说起了一年前 自己出嫁时的往事 恩雨从未见过活着的丈夫 因为在大婚当晚 丈夫就突然暴毙 此后夫人开始折磨恩雨 认为是她的道人喝死了自己的儿子 痛苦的恩雨不明白 为何人人都觉得 丈夫的死是她的错 隔天 医馆众人吃午饭时 无意间说起了一种和山葱 十分相像的植物 不同的是 这个植物含有毒性 若是不小心误食便会中毒 这些话让世丰脑中豁然开朗 她已经知道了夫人的下毒手法 世丰立刻带着山葱和有毒植物 来到夫人府上 当面揭穿她的下毒伎俩 夫人见到自己的诡计败露 随即询问世丰究竟想要什么 世丰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让夫人全当恩雨已死 放她离开这个家 在贵族世家里 若清白寡妇选择自我两断 会得到朝廷的烈女封赏 有了这层荣誉 夫人和没用的小儿子 也能跟着一起光宗耀祖 但如果是夫人蓄意杀害恩雨 一旦被官府知晓 那就要另当别论了 夫人的软肋就是家族的声援 听了世丰的威胁 有些犹豫不决 这天世丰特意带上恩雨 跟着婆婆去见一位官员 早前世丰留意的 婆婆时常会采些野花和野果 放在这位官员的府邸门口 却又不敢见她 世丰前去了解 这才知道 这位官员竟是婆婆的亲生儿子 当年婆婆被胡人俘虏 后逃回了朝鲜 成为返乡女 在战争年代 返乡女受到世人唾解 婆婆也不例外 就连儿子也对她避之不及 直到她功成名就 婆婆也只能躲在远处 悄悄地观望着儿子 至此 世丰已经了解了婆婆的心病 她安排让官员和婆婆见一面 官员原本想借这个机会 彻底和婆婆划清界限 却不料婆婆打开了自己常年背着的包裹 里面全都是每年儿子生日 她准备的礼物 每一份礼物都凝聚着婆婆对儿子的思念和爱 这一刻官员埋葬在心中的亲情 重新破土而出 她哭喊着对婆婆道歉 愿意在剩下的年岁里对母亲敬笑 但婆婆还是拒绝了儿子 选择回到桂花医馆生活 回去的路上 世丰告诉恩宇 他们两人都应该像婆婆那样 活着等待时机 总有一天 自己所期望的事会发生 世丰的话 句句敲击着恩宇的心 她开始有些相信 自己的未来还有一线希望 夜晚世丰带着恩宇 去参加女子主题的庙会 看着满街女子纵情饮酒欢笑 恩宇也被带入其中 在火树银花之下 自意当着秋千 凝峰飞翔的感觉 让她仿佛感受到久违的自由 脸上也不自觉地露出笑容 世丰也伪装成女子 一路陪伴在恩宇身边 见她重新打开心扉 心中也无比欣慰 就在两人要离开时 突然迎面遇上一名武官 信宇 她和恩宇打招呼后 随即看向世丰 眼中似乎有些敌印 信宇不客气地询问世丰是谁 并警告着她 恩宇是贵族家的宗父 不该深夜独自和男人外出 污化她的名声 可世丰不卑不亢 不答自己是个医师 不过因为害怕流言 就不去医治病人 说完便和恩宇离开了几世 国家路上 两人正穿过一片森林 稀疏的声响和略过了白影 让世丰和恩宇感到害怕 不由加快的脚步 殊不知距离他们不远处 一个面具杀手正在犯下血案 隔天镇上就流传起来 有人伪创成九尾虎 开始在夜间杀人 官府需要一名医生帮忙验尸 医员便派世丰去了一趟 恩宇对这件案子有些担心 因为去年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 恩宇父亲身为县令 早已抓住了所谓的凶手 但如今案件重演 想必民众们会觉得 县令办事不力 世丰从恩宇的话中感到 他似乎很了解 这宗九尾虎杀人案 恩宇回答 自己出嫁之前 时常会去县衙帮忙 世丰临近一动 邀请恩宇这次 也和自己一同前去 他既然了解先前的案子 想必对厌尸情况也有所了解 这样也能帮助县令查案 于是时隔一年 恩宇再次厌尸 他发现受害者的肝被取走 创面却和去年凶手的划伤不同 看起来像是用粗糙的斧头所伤 恩宇的意见是 此人和去年的行凶者并非同一人 尸体边上还留下了一把刀 恩宇刚说完 就有县衙小兵匆匆赶来 称朝廷新派了一名监察来此查案 新来的监察正是信宇 信宇是当朝左相的养子 他此次前来 除了查案之外 他有左相安排的秘密任务 那就是寻找一位名叫士丰的内医院医师 他最擅长的就是施针治疗 夜晚恩宇独自一人坐在夜色侠 看着事件相关的书籍 一边看还一边对着士丰比划 向他说明自我两断和被吊死的区别 士丰一个机灵 显然他更适合救治病人 对事件领域还是有些害怕 但恩宇不同 他不但不害怕 还十分有兴趣 出身在县令之家 他很小就跟着父亲一起查案 两人正在交谈时 不远处突然传来 村民大喊九尾狐来了的声音 火把从林间穿梭而过 一群人害怕的向前逃窜 士丰和恩宇连忙逆行而去 只见一具尸体旁 正站着一个女子 白衣裙上早已沾满鲜血 县衙官兵很快赶到 将死者带回停尸房 这次对方的身份很快被查出 是崔夫尹的弟子 最近恰好失踪多日 现场的女子小莲成了最大的嫌疑人 小莲是屠夫的女儿 并且患有梦游症 在梦游期间丝毫记不起自己做过什么 她只记得零星的片段 似乎是自己挥刀杀害了死者 但这个说法也有很大漏洞 她就是小莲一个弱女子 如何能杀死两个男人 对此小莲也不懂如何解释 因为她什么都不记得 见状信誉拿来了 丢在尸体边的刀 立声质问小莲 这把刀是否属于她父亲的屠刀 这时精神高度紧张 和恐惧的小莲突然晕了过去 士风不相信小莲就是凶手 回到医馆之后 她开始查阅医员的数万张药方 最终找到了救下小莲的办法 深夜小莲的梦游症再次发作 这次士风和医员交上信誉一起 一路跟随在她身后 只见小莲穿过树林 来到一个土堆前不停挖着 此时士风上前叫醒了她 小莲清醒后再次晕了过去 士风带小莲回到医馆治疗 隔天屠夫来到医馆 恳求医员和士风救救小莲 她缠入的女儿怎么可能是酒鬼活 士风自然不相信这个说法 也顺便和屠夫了解了更多的案件细节 据她所言 案发那晚 家中大门不知为何敞开着 而留在尸体边上的屠刀 也并非属于自己 通过屠夫的话士风觉得案件内有七枪 便让恩律来到监牢询问小莲 她在案发那晚是否还看见了什么 但小莲却丝毫没有记忆 转天 医馆男孩受到崔福尹死亡的复告 扑得十分难过 因为崔福尹曾答应过她 只要把捕雕的坏人都抓起来后 就带小男孩去山上看雕 这番话似乎点拨了恩御某些想法 她立刻来到府衙的书房 找到了一张崔福尹向朝廷上述的记录 原来她一时都致力于追查 盗走猎物皮毛共品的盗贼 恩御推测 崔福尹是在发现真相时采遭灭口 这时身旁刚睡过去的小莲 突然从梦中惊作起 大喊着自己看见的鬼怪 她在森林的树上射星星 她身上还有梅花的纹样 依据小莲所说 师父和恩御再次回到案发地 环顾四周后 恩御锁定了不远处的一棵树 树上的枝干正适合藏你一个人 恩御心中突然有了新的想法 她再次回到停尸房 深入检查伤口 果然从内部发现了一片断在体内的箭头 其实凶手真正的杀人手法是射箭 身上的伤口以及尸体边的刀 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误导真实的杀人手法 恩御通过箭头推断 凶器是五颗考试所用到的弓箭 世丰连忙活到医馆 让男孩帮忙找出 之前小莲来看病的当天 来过的所有病人 男孩拥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很快就找出了这几位病人 世丰询问下得知 除了医馆的人之外 还有小莲的父亲了解她的病情 这下世丰更加确信 这是一宗栽赃嫁祸案 凶手来看病时 偶然得知小莲患有梦游症 便故意设下各种圈套 诬陷她为犯人 通过对年龄以及疾病的筛选 最终侍奉锁定了一个男人 那便是恩与婆家的小儿子 果不其然 此刻小儿子正在与座首密谋 他也害怕先令会查到自己身上 可座首十分大胆 让他相信两人背靠左向这棵大树 就算被抓也能安然无恙 座首怂恿小儿子 只要对自己和左向献中 自然会给他安排一关半职 为了确保自己的仕途 小儿子提出必须先解决恩与 因为恩与出入县衙调查时 正好被小儿子发现 隔天坐手就来到县衙发难 痛斥恩与身为寡妇 居然和其他男人私混不回婆家 恩与不想看见父亲为难 无奈之下 只好再次回到这个令人窒息的地方 果然 恩与刚回家就被夫人使唤干活 但恩与还有其他的目的 他洋装勤快却在夫人走后 来到屋子里四处翻掌 这时小儿子走来 撞破了恩与的计划 恩与也索性开诚布公 他拿出崔福尹的另一份上书 还有弟子尸体内部的箭头残骸 指出杀人者正是小儿子 小儿子的秘密被戳穿后 戏机败坏地掐着恩与的脖子 企图也将他灭口 就在生死一线时 时封带着信誉以及官兵赶到 将小儿子抓了起来 夫人见到小儿子被带走 大哭着跑出来 狠狠打了恩与一巴掌 侮辱他是害死两个儿子的怪物 这时侍风站了出来 他拿出一张大儿子曾经的药方 上面显示 大儿子在未成婚前就已经疾病缠身 然而夫人并未给他就医 而是相信鬼神扶咒 最终害死了大儿子 一旁的恩与听到这个真相后 心中愧疚瞬间释怀 他来到大儿子排位前 最后祭拜了一次 随后用刀切下自己的裙带 正式宣布与婆家断绝关系 从此以后 他要昂首挺胸的 离开这个迫害自己的炼狱 离开婆家之后 恩与也想开始行医救人 文言侍风便让他 也来到桂花医馆学习医术 此时王宫里 又有一名御膳的宫女逃出宫外 左相正对着属下大发脾气 因为一年前 也曾逃跑了一名宫女 左相让属下务必找回他们 因为这两个宫女 只要关于先王离世的秘密 绝不能让他们落在 以登位的世子手里 案件圆满解决后 信宇也留意到了侍风 还打听到他过去 也在内医院 想知道侍风 是否是自己要找的人 但座首回答 之前他派人去调查过 侍风并不会是真 应该不是那位针灸医生 蒙过信宇之后 座首还是留了个心眼 又私下调查了侍风 最终确定他就是一年前害死先王的医师 座首立刻用这个秘密摇挟世风 让他成为自己的手下 就是重提 再次刺痛世风的内心 他没有再听座首的侃侃而谈 急忙起身离开 深夜 世风难以入眠 他看了看针筒 唏嘘往日荣光不复 恩宇和婆家断绝关系后 放下了人妇的发迹 他告诉信宇 自己往后就要在贵书医馆学习 父母也同意了这个请求 因为离婚的两班女卷 已经不可能再嫁给其他两班 或许成为女医员 才有其他的出路 这日 一对贵族公子和小姐来到医馆看病 称小姐患有手抖症 但奇怪的是 身为病患的小姐 全程都未开口 所有问题都由公子抢着回答 这番呵护让医员女儿觉得 公子对小姐疼爱有加 只有上了年纪的婆婆和厨娘看传 这个公子不是什么好人 由于公子禁止 世丰为小姐诊脉 只让他用肉眼观察 世丰有些无言以对 只好先让公子给他多吃点肉 补充营养 男婆默默记下这句话 手抖症 两吃肉 他刚跑出医馆 想要给世丰找些肉时 意外看见一个下人打扮的男人 来到公子和小姐面前 他似乎很担心小姐 却被公子呵斥离开 夜晚男婆抓来一只兔子 想要煮了给世丰吃 可看着兔子如此可爱 所有人都不忍下手 把他当成了宠物养 男婆没有放弃 隔天再次去山上挖寻麻 正当厨地时 他又看见那名下人 正带着小姐匆匆逃走的身影 男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见小姐不慎扭伤了脚 下人还不断催促她继续奔跑 男婆立刻走出来 想要英雄救美 谁知缠斗中 男婆被人从身后攻击晕了过去 等醒来时才发现 自己和下人躺在一起 对方早已死亡 男婆作为嫌疑人被官兵带走 消息传到医馆 世丰和恩宇立刻来到监牢 对男婆询问前因后果 得知下人的死和那天来看病的小姐有关 隔天恩宇和世丰来到县衙进行尸检 下人的死因为头部被斧头击打 而这个斧头正是男婆平日里劈缠用的那把 看起来证据确凿 但世丰还是不相信 因为男婆根本没有杀人动机 突然恩宇敏锐地发现 下人脖子上有一道勒痕 众人豁然开朗 原来下人是被勒死 凶手为了嫁祸男婆 才用他的斧头又猛击了下人的脑袋 夜晚 世丰和恩宇还有姨元去拜访了下人所在的郑大人府上 小姐正是这家人的女儿 郑大人告诉姨元 下人死了反而是好事 因为他生前就桀骜不逊 不是个听话的奴隶 之后世丰和恩宇则溜进小姐的房间 公子依然对他寸步不离 任何问题都代为回答 世丰见他身边有个控制欲如此强力的人 便不再绕圈子 直截了当地告诉小姐 昨日下人在林中死亡 自己的男婆被诬险杀人 世丰知道小姐当时也在现场 想让他为男婆作证 不要冤枉好人 小姐听说下人死后 居然轻易地换着他的小名痛哭出声 一旁的公子见识不妙 立刻向洗脑班引导小姐 一字一句说着 他昨日一直在家中 根本不知道下人的事 听完公子的话 小姐只好停止哭泣 机械地重复着 自己昨天一整日都在家中 从未去过森林 这时郑大人推门而入 对世丰等人下了逐颗令 三人离开政府时 公子还不忘过来嘲笑 郑大人已经下令 禁止他们再与小姐接触 想要为男婆平反 变得困难重重 恩宇脑筋一转 询问若是有一个优秀的女医员 公子是否愿意 让她为小姐诊治 公子回答那是当然 她如此笃定 是因为觉得 根本就没有优秀的女医员存在 回到医馆后 恩宇告诉世丰 眼下能救男婆的办法 只有让自己成为女医员 只有接触了小姐 她有机会调查真相 于是从第二天起 事丰便开始为恩宇上课 教授各种针灸穴位图 和辨认药材特质 恩宇天资聪颖 又学得认真 很快就掌握了 大部分基础穴位 但县衙也传出消息 信与命令县令 三天之内 找出证明男婆无辜的证据 否则她就要依法治罪 隔天 医馆里的人做了许多美食 准备送给入狱的男婆 医员和女儿刚进入大牢 就看见坐手正在恐吓男婆 称她杀人罪证确凿 三天后脚人头落地 医员立刻气不打一处来 上前和坐手理论 可坐手似乎也对医员的底细 了如指掌 称她不要再乱出头 像过去在王宫内医院那样 因战错队伍引来大祸 还嘲讽医员是个佣医 用自己的医术害死了妻子 坐手的精神攻击 以下就让医员陷入了抑郁 侍风和恩宇并没有闲着 他们偷偷来到小姐的寝室外 听见屋内传出吵架声 公子完全把小姐当成傀儡 一举一动都要受自己控制 就连她渴望弹琴也不准取 小姐明明在为下人的死而难过 公子却偏要打扮她 强迫她佩戴喜庆的头绳 屋外的恩宇听到这些对话 心中对小姐和仆人的关系 已经猜到大半 为何只有她不愿呼唤下人的贱名 为何也只有她会如此关心下人 恩宇带着侍风潜入府中奴隶住的柴房 翻找出下人的户名 结果显示 下人的名字正是小姐口中叫的那个字 隔天侍风和恩宇再次悄悄潜入政府 这次他们把小姐一起带出来 来到下人的坟前祭拜 原来昨日听完男仆的话 侍风便找到下人暴露在野外的尸体 将他妥善安葬 侍风将下人的护牌交给小姐 上面的名字正是代表着朋友的伴 如同恩宇的猜测 这个名字是小姐亲自为下人取的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情为竹马 彼此都是对方唯一的朋友 小姐看着下人的护牌 心中无比难过 对着坟墓重复着对不起 返回的路上 小姐终于说出真相 下人被杀时 她确实在现场 不管如何 小姐已经决定 要去县衙说明一切 不能让男仆无辜受死 可刚说完 公子突然从后方出现 强势地把小姐带走 侍风上前阻拦 公子却警告侍风 他的男仆把自己的下人勒死 按理说要对侍风索赔 侍风绝对是因为出不了这笔钱 才花招摆出 要把男仆救出来 在公子看来 下人只是一些便宜的物件 根本不值得放在心上 明日就是三天的最后期限 侍风和恩怨再也无计可施 只能期待小姐能够出现在审判堂上 而医馆里的前辈们也斗志昂扬 因为小人得知的作手 特地过来嘲讽了一番 称明日男仆就要人头落地 经过作手的刺剑 大家都愿意出一份力 于是拉着侍风和恩怨了解案情 就在讲述之中 侍风发现了一个大漏洞 那就是关于下人的死因 除了信誉和县衙人员之外 案子对外公开的信息 都是下人死于斧头击打 然而公子却能准确说出 下人是被勒死 看起来他绝对知晓一切 侍风立刻来到政府找人 却发现晚了一步 公子早已带着小姐离开 为了找到二人 侍风让过目不忘的男孩 和姻缘女儿画下他们的画像 沿街四处询问 终于姻缘得到线索 有人看见两人 去往清朝商人往来的口岸 没过多久 就是男仆出展的时刻 事态紧急 侍风和恩怨只好恳求信誉被骂 两人必须要与时间赛跑 与此同时 信誉也收到了一份 关于侍风绅士的书信 他开始怀疑 这个姻缘就是左相要找的人 在男仆被出展这天 事风和恩怨追上了被带走的小姐 情急之下 公子掏出小刀 抵在小姐的脖子上 威胁事风和恩怨离开 事风努力劝说小姐鼓起勇气 逃离公子的魔爪 最终小姐被打动 悄悄从袖子拿出一根木棍 猛地转身戳在公子的脖子上 趁着公子被袭尸神的片刻 事风立刻上前控制住他 救下了小姐 刑场上 眼看出展时间就要到了 场外突然响起一声刀下流人 穿过人群出现的正是事风 以及被扭送回来的公子 事风告诉信誉 真正的凶手是这个人 刚说完小姐就告发公子 那天他亲眼见到公子勒死了下人 小姐家中极需要公子给的聘礼钱财 虽然和公子定了亲 却没有丝毫感情 一切只建立在金钱之上 这才对他言听计从 公子控制欲极强 对于其他的事小姐全都低眉顺眼 可唯独在弹奏玄琴上 他不想妥协 玄琴不仅是小姐的解压方式 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个听琴的知音下人 案发那天小姐忍不住偷偷弹了玄琴 结果公子找来毫不客气的当面砸烂这把琴 下人看不过去偷袭了公子之后 拉着小姐一路逃离府中 来到森林时遇见了不知情况的男仆 就在两人对智善公子悄悄从身后偷袭了男仆 紧接着当着小姐的面杀害下人 并用斧头伪造了致命伤 嫁祸给男仆 小姐的话就是最有力证词 她说完一切来龙去脉 在平民一片咒骂声中 信语让人将公子逮捕 男仆一头扑进世丰怀里感激痛哭 说出真相之后 世丰和恩语发现 小姐之前一直患有的手抖症也不要而愈 看来这并非病理上的疾病 只是因恐惧而自身的病症 如今已经被小姐勇敢地克服 这天夜里 世丰在医馆的书库里 在拿高层书架上的书籍时 不顺让书架倾倒 她狼狈从地上爬起后 突然觉得地下有凹凸不平的地方 世丰先开草戏一看 木板中藏着一本名为《海东本草》的书 世丰立刻来了兴趣 因为这是他从未读过的医书 他开始翻阅 直到看见某页写着《断血草》 这是朝鲜唯一一本记录了这种毒草的医书 这颗毒草就是当年害死先王的罪魁祸首 自从上山的宫女从王宫逃走之后 左相也提高了警惕 一边让手下加紧搜查他的下落 一边让人处理好《海东本草》 掩盖毒草存在的证据 但还是有漏网之余 这本书被医员悄悄带了出来 午夜梦回 医员被噩梦惊醒 他似乎知晓一些先王被毒害的秘密 隔天一大早 一位夫人带着小男孩匆匆来到医馆 根据描述 男孩似乎中了邪 胡言乱语之后就陷了昏迷 金屋神恩宇注意到 夫人头上的发髒和穿的鞋子 都带有蓝色的染料 侍奉和医员立刻对男孩诊脉 随后用艾草进行外敷 敞开男孩的衣服后 恩宇发现他的各处皮肤 都有不同程度的伤痕 屋外 厨娘和男婆也在逃着八卦 听说夫人家中刚从外面领养了一个数次 看来就是看病的这个孩子 夫人只停留了一会儿 就要匆匆返回府中 留下一个老婆守在医馆 这时侍奉将男孩翻面 准备艾揪后背 就发现了更加触目惊心的伤痕 侍奉立刻询问老婆 这些伤痕是谁造成的 如果她不说就无法治好男孩 从老婆为难的神情里 侍奉已经得到了答案 能这么做的除了夫人还有谁 侍奉立刻打开大门 想要让医院拦下离开的夫人问个清楚 关键时刻还是婆婆一锤将她打晕 大家阻拦侍奉的原因 正是因为相信夫人是个好人 她的娘家是翁主妇 背景强大 自身的品德也十分高尚 包括恩与在内 所有人都知道 每次夫人都会对平民分发救济粮 是个受人尊敬的善人 侍奉有些不服气 名门望族也可能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这时男孩醒了过来 反复说着自己又冷又渴 还端起身旁的洗脚水 打口喝起来 喝了几口又再次昏迷过去 这次侍奉醒悟过来 男孩患的是脱水症 对症下药之后 他的身体终于有所好转 但侍奉还是对男孩的遭遇心深怀疑 决定亲自将男孩送回夫人府上 姻缘提醒侍奉不要多管闲事 但他回答 这是身为姻缘该有的责任 侍奉刚走进夫人府中 就看见丈夫在对其他的孩子发怒 将沉重的宴台朝他们咋去 而这些少爷们对男孩的态度也极度轻蔑 称呼他为贱民 夫人前来迎接时 一个妾室也跟着出现 抱着男孩就是一番心疼 侍奉并没有做出什么过分的举动 只是暗中观察 回到医馆后 他告诉恩宇自己的推测 府里一定有人暗中欺负男孩 恩宇也同意这个说法 这日厨娘外出采购时和摊贩聊起天 得知向来财大气粗的夫人一家 从前年开始就变得无比小气 夜晚男孩悄悄离开房间 来到一个女人面前 屋檐遮住了他的脸 只看见一双蓝色的鞋 男孩战战兢兢地说着 自己没有告诉任何人 遵守了两人的约定 深夜 世丰刚给恩宇上完课 就看见男孩活活噩噩地走进医馆 一把抱住了世丰 嘴里喃喃着好渴 世丰连忙打开厨房的水缸 男孩如饥似渴地喝了起来 仅仅回家了一天 男孩的状态居然再次恶化 世丰脸上游心冲冲 这时妾室跟了过来 看起来很怜惜男孩 还暗示着是夫人一直在折磨他 世丰看见妾室怀有神韵 别让他先行回去休息 不宜过分操劳 隔日男孩醒过来 很快就和医馆的小孩成了朋友 两人一起吃饭 还会分享零食 小孩拿出锅巴和白糖 谁知男孩一见到白糖 就将其打翻 还露出惊恐的神色 世丰在一旁观察着 不免有些奇怪 午饭之后 世丰再次带着男孩回到府上 到屋里帮他处理背上的伤口时 世丰询问着 究竟是谁在折磨他 能否悄悄告诉自己 男孩刚想开口 妾室突然推门而入 要带着男孩去学堂上课 虽然他有病在身 但不去的话 他们两人都会被丈夫责怪 世丰没有办法 只好让妾室将男孩带走 可就在世丰要离开时 无意中却看见男孩正被其他少爷欺负 对此男孩似乎早已认命 反正他也不可能离开这个家 今日恩宇也穿上了好看的衣服 来到夫人府中拜访 返回医馆的路上 两人分享着各自的发现 世丰看见男孩一直在被少爷们欺负 恩宇则觉得夫人似乎有很多烦恼 明日他准备再去和夫人聊一聊 看看是否能打探出究竟是谁在折磨男孩 夜里世丰打开包裹 准备挑选几本遗书和恩宇阅读 屋外信宇趁着夜色 悄悄来到医馆前 他对左相汇报了 世丰就是他要找的人 左相就下了命令 让信宇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他 今晚就是他准备动手的时刻 世丰拿着书敲开恩宇的房门 还把自己的针筒送给他 明日恩宇要对夫人施针 这也是他学成后第一次实践 世丰将针筒作为初始礼物 恩宇不愿收下 可世丰还是将针筒塞到恩宇的手中 他不知道自己何时还能拿起银针 不如在此之前先让恩宇成为自己的手 闻言恩宇这才收下礼物 与世丰相识一向 不远处信宇看着两人温馨的氛围 心情十分复杂 原来他一直都喜欢着恩宇 还想要娶她为妻 最后因为自己是左相杨子的身份 遭到了恩宇父亲的嫌弃 这才错失良缘 一想到明日就要亲自试针 恩宇紧张地睡不着 半夜来到厨房里 用烹饪的肉类进行针灸练习 但血迹斑斑的痕迹 吓了婆婆和女儿一大条 侍奉索性把男仆抓来当成试验品 下针之前男仆不安害怕 等待着预想中的疼痛袭来 只见恩宇熟忍地刺进一根银针 男仆并没有任何痛感 他不禁大喊着恩宇是个学医天才 当年世丰学习针灸时 他把他扎得全身欲轻 这句话打开了男仆的画匣子 他滔滔不绝地说起 世丰过去的荣光时刻 从文科状元自学成为太医院神针 连针筒都是王上玉子 恩宇听着满脸都是静养之情 次日两人来到夫人府中 在世针前 世丰突然想为夫人枕脉 温柔的夫人顺从地伸出手 世丰按着脉搏 说中了夫人最近所犯的反心事 是由于别院的妾室在作怪 夫人笑着 没想到世丰通过枕脉就能猜中这些 世丰告诉夫人 这种情绪疾病最常见于中宫殿 中殿娘娘时常也会因为 其他妃嫔的争宠而烦闷 世丰的话说中了夫人的心 这几年妾室仗着宠爱 确实不把她放在眼里 夫人又提起生病的男孩 脸上露出内疚的表情 声称她和生母妾室不同 是个善良的孩子 夫人说完就催促恩宇对自己施针 不愿再倾诉烦心时 恩宇忐忐忑地拿出针筒 真正面对夫人时难免还会紧张 这时世丰的双臂从后方环绕着她 双手就覆盖在恩宇的双手指上 温柔地为她指导 世丰完毕后 世丰和恩宇准备离开 途中遇上了丈夫 得知两人是来为夫人看病 丈夫不屑一过 觉得夫人根本没病 只剩命格中犯了时韵 世丰想要辩解 却被恩宇拦着 她顺着丈夫的话 承认两人才疏学浅 无法帮到夫人 回到医馆后 大家发现医员不知去了哪里 原来今日她难得去拜访一个旧时 对方的话中透露出 医员过去也曾设内医院的神医 并且和世丰的父亲交情甚好 医员隐归之后 就专心成为乡村医师 两耳不闻窗外事 因此当旧事说出 世丰父亲早已死亡时 她十分诧异 深夜幼暗的屋子中 一个女人将白色物质调成了糊状 一口口为男孩吃下 没关多久 府中老婆匆匆来到医馆 大喊着男孩突然像是鬼附身 快要死了 与此同时 夫人的府中 妾室正在演着一场大戏 她声称 从男孩的房间内 找到许多诅咒之物 是夫人想要害死他们母子 妾室怀着孕 又哭得梨花待雨 本就深信鬼神的丈夫 耳花不说 让人将夫人关进了小黑窝 另一边 世丰和恩宇 匆匆赶到男孩的启事 试探过脉搏后 恩宇一阵心寒 看来两人晚了一波 但世丰依然还在男孩的颈部摸索 最终让他找到了微弱的脉搏 世丰告诉恩宇 男孩还有救 只要按照自己的指导 施针 释出紧急 恩宇顾不上犹豫 立刻拔出银针 在世丰的指引下 感受着血位的触感 几针之后 男孩果然睁开了眼睛 但苏醒的男孩 依然不愿说出 迫害自己的凶手 这时一群下人闯进屋里 强行把医馆的人轰走 在庭院路过丈夫时 世丰突然上前 快速地为他整了脉搏 并随口瞎编了一条迷信言论 称男孩身怀水质气 和丈夫体内的火质气相吼 这才引发了生命危险 这些说法显然更能让丈夫幸福 世丰见他上钩 随即拉着医员一唱一鹤 称丈夫会被火质气反噬 直至中风 若要避开这个结果 就让医馆的人把男孩带走 再由医员给他开几副药方喝下 丈夫想也没想 立刻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 世丰巧妙地 投丈夫所好带走了男孩 回到医馆之后 世丰拿出一罐盐 鉴于之前 男孩看到白糖露出害怕的神情 再结合他莫名患上了脱水症 世丰可以确定 男孩一直在被人强行灌下 浓度极高的盐 雏娘恍然大悟 说起过去掉进海里的人 喝了大量海水之后 也会变得越发口渴 还会重邪似地说胡话 世丰点点头 就是这个道理 由于脱水症的表现古怪 男孩被利用当成狂症 这是极其恶毒的手段 接下来就是推测 对男孩下手的人是谁 世丰觉得也属于贵重物品 而男孩一次性要吃下大量 能自由拿盐的人 应该是掌管家务大权的夫人 这是厨娘又开了口 称那家人从前年开始 外出采购食材就变得无比利子 一看就不是夫人的风格 既然不是夫人 那就只剩下丈夫和妾室 两个可能性 世丰心生一戒 继续利用丈夫最在意的迷信 去一步步查出真相 这次她的帮手是厨娘 世丰故意让府中下人 在丈夫附近 胡吹衣馆里 有一个神机妙算的妇人 丈夫立刻找到厨娘 询问自己何时 能被左相召回都城为官 厨娘故作神秘 掐指一算 觉得就在不久之后 但府中有一股气 正在阻挡丈夫的运势 丈夫立刻让厨娘 施法化解 于是厨娘嘱咐丈夫 夜晚自己施法期间 她要去指定的地方等待着 另一边 姨元也故意在府中高声宣扬 称男孩的病很快就会痊愈 她的目的就是要躲在角落的妾室 听到这句话 果然妾室得知 男孩即将痊愈 趁着夜色再次走进库房 打了满满一碗盐 掺进粥里要给男孩喂下 可不管她怎么呼唤 男孩都不愿露出脸 妾室只好一把掀开被子 里面躺着的赫然是男仆 此时丈夫从隔间走出来 痛斥她蛇蝎心肠 居然如此迫害自己的孩子 妾室被带去庭院受审 她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坐上正宫夫人的位置 看着自己的轨迹 被侍风揭穿 她拔出小刀就冲上去 关键时刻 恩雨挡在她面前 但幸运的是 小刀正好刺中了针筒 恩雨毫发无伤 适逢心中大气大落 激动地紧紧抱住她 最后丈夫无情地将切实抛弃 而医馆众人为了救助男孩 声称府中的阳气太过旺盛 阻挡了丈夫的官员 这才让她心甘情愿地 把男孩送出去 由医员送去旧师身边学习医术 这也是男孩自己的心愿 而丈夫最终也被迷信所反斥 没过多久就突发中风 男孩离开这点 夫人带着少爷捡来送别 他们为之前对男孩的拳脚道歉 也祝福男孩能随有所成 如此其乐融融的气氛 才像是真正的一家人 医馆的孩子也拿出自己宝贵的锅巴 分发给了男孩们 医员突然十分感慨 想来自闭的她 如今也愿意主动结交朋友 身病抑制 心病难医 每个具有人者之心的医生都希望 他们手下的患者 不仅仅是愈合了身上的病症 只有连内心的伤痛也治愈好 才是真的妙朔毁春 重获新生 而治疗内心最大的关键 并不是那些记忆精湛的医生 而是患者自己 隔天夜里 信宇来到医馆 想要见医员一面 他拿出一支变色的针灸银针 想让医员告诉自己 他为何会变成黑色 医员不想惹麻烦 百般推辞 信宇只好冷脸收起银针 拔出刀剑 架在他的脖子上 无论 世丰看见这个画面 惊恐地瞪大眼睛 医员居然是世丰父亲的同门 两人事成一脉 都是海东本草的编撰者 郑医员的弟子 当年郑医员死后 他所有的医书被烧毁 包括那本专门研究毒药的 海东本草 与信走后 世丰走进小屋 试问医员是否知道自己的身份 医员不耐烦地回答 世丰在汉阳声名狼藉 是杀死先王的罪人 他则未不知道 医员选择不去提及 是因为过去的污点没什么好说 若是世丰继续跑根问底 就马上离开医馆 说完 医员气冲冲地离开 虽然被医员教训一通 但世丰没有放弃 他来到书库 拿走了那本海东本草 彻夜阅读了起来 隔天 医员的人上山挖药水 男仆一次被毒蛇咬了一口 主人立刻将他带回医馆 然而医员只是看了一眼 嘴里就说着没有大碍 随后就拿起背包 跟着委托人外出救诊 医员来到救诊地 发现只是坐手找借口 将自己骗出来 对方拿出一张多年前的借句 那是某人向坐手借的钱 借钱之人已经不在 但坐手知道他和医员交好 被让医员偿还利息 算算赤金也欠了一千两 坐手提出 若医员拿不出这个钱 把医馆抵押也可以 医员只觉得坐手疯得不轻 提起背包就要离开 这时坐手说出 如果按照借据 他可以把女儿卖掉 因为女儿正是借钱人的孩子 听到这里 医员才停下脚步 原来当年 医员咽死了女儿的生母 在她的父亲死后 医员便收养了女儿 被坐手威胁的医员 气冲冲地回到医馆 女儿立刻地上一碗 解渴淮山吃 看着乖巧的女儿 医员在心中感慨 当年的收养或许是出于愧疚和怜悯 但如今 女儿却也和珍的亲人无异 志峰和恩宇在山间洗药材时 看见牙医押送一个女人路过 看见小溪流后 女人有些疯狂地扑进水中 恩宇发现 自己认识这个女人 她是城中书店的独生女 允珍 牙医告诉恩宇 允珍自从被疯狗咬到之后 就对水源以偿饥渴 目前因为犯了纵火罪 被押送回府 恩宇觉得不可思议 她印象中的允珍 是个知书达理的富家小姐 之后虽然断了联系 但也听说她嫁入了家境好的贵族世家 怎么可能沦落为纵火犯 恩宇来到狱中见了允珍 可还没说几句 允珍就突然开始敲打着胸口 大喊着想要喝水 世丰连忙抓住她的手 发现手背上有个伤口 世丰觉得允珍的疾病是由于心中浴火 和当初的恩宇一样 浴火的源头很可能来自她的婆家 世丰和恩宇转身来到婆家拜访 婆婆接待了两人 居高临下地嫌弃着允珍 给家中抹黑 还称她平日里十分愚钝 可恩宇知道允珍过去 是有话直说的爽快性格 由于两人暂时代表县衙前来调查 婆婆便让他们进入允珍的房间查看 她的房间十分简陋 就像下人的房间一样 衣柜里塞满了校服 还供奉着一个小祭台 询问婆婆之后才得知允珍生过一个孩子 但因为生病要折 婆婆觉得是允珍触眉头 才让孩子早要 返回县衙的路上 世丰和恩宇推测 她如今的咳水疾病 或许是因为孩子去世产生 只要弄清病因 将她治好再调查出纵火的内幕 允珍也会和恩宇一样 获得新的人生 夜晚 世丰和恩宇再次来到监牢 恩宇走进去 刚提起她死去的女儿 允珍却再次锤打着胸口 冲出监牢外 将水全都浇在自己身上 嘴里念着好热 恩宇知道 允珍如今的状态 不能好好配合审问 于是带着世丰去请求信宇 让他们把允珍医治好 再送回县衙 信宇勉强答应 只给他们三天时间治疗 允珍被带回了医馆 但她仍旧目光呆滞 一言不发 这天夜里 她突然从梦中惊醒 匆匆打开门寻找水源 这时 女儿正在院子里做事 允珍看着女儿 把她与自己死去的孩子重合 木然的脸上终于露出些许情感 一言捕捉到这个细节 心中萌生了一个治疗方案 她暗示世丰 心病的大案不能从医书上寻找 但是可以看看民间的小说画本 说着就把一篇跨越明和 与死者见面的小说摆在世丰的面前 世丰立刻顿武 敲开允珍心门的关键 就是她的女儿 于是隔天 她带着允珍来到林中的一个洞窟 让她把这里视为黄泉路口 走进去就能和王女相见 在世丰的心理暗示之下 允珍走了进去 见到了医院女儿 但在她眼中 这个女孩就是自己的孩子 允珍抱着医院女儿大哭了起来 解开允珍的心理防线之后 世丰和恩约想让她说出心中机遇的原因 允珍回答 自己的婚姻一开始就十分不幸 她的婆家起初只是个贫穷的两班 允珍父亲为了攀附贵族 花了许多钱让她嫁了进去 婆家依靠允珍娘家的钱财 放了大房子 货上优渥的生活 却对她一点都不好 把允珍当成下人使唤 一直都是孤单一人的允珍 直到女儿降生后 生活才有了新的期盼 某次女儿生病 丈夫又急着让允珍外出干活 允珍没办法 只好把女儿托付给丈夫 随之一回来 发现女儿早已死亡 婆婆和丈夫根本就不在意女儿生死 于是火葬那天的焰火 连同仇恨一起刻在了允珍的心上 此后只要看见火光 她心中就燃起对婆家的愤怒 恩宇和世丰去拜访了纵火安受害者 屋主是个年轻的女人 可疑的是 她声称独居 可世丰发现户外还有一双鞋 恩宇也看见柴房中 有一块烧的一半的木材 恩宇有一个大胆想法 带着世丰又回到允珍婆家 恩宇去厨房绕了一圈 果然发现了一些端倪 恩宇本想告诉允珍 她可能不是纵火案的凶手 可允珍被婆婆和丈夫打压得太久 心中已经默认了 是自己出身卑贱 没有足够的教养盖住怒火 才犯下大错 这又是一个心病 为了消除她的心病 恩宇开始在允珍面前各种大大咧咧 不但放开胃口大吃 还故意满嘴乌言晦语 恩宇为了学过这些脏话 跟着医馆的人练习了许久 果然允珍见到身为贵族的恩宇 如此洒爽随心 心中一直坚信的信条开始崩塌 恩宇告诉她 人都是一样的 她不必在贵族面前低人一等 受到恩宇的鼓励 允珍终于说出了真相 那天她举着冒烟的木材 来到年轻女人的屋子 听见丈夫和她密谋 要把允珍的嫁妆全都抢走 再把她赶出家门 迎娶自称是贵族的年轻女人 允珍怒火中烧 但还是没有纵火 把木材掉落在原地 有了允珍的证词 恩宇更加确信自己的推理 隔天她戴着梳妆打扮的允珍 还有牙液来到女人家中 指出纵火是女人自到自演的把戏 因为恩宇调查过 婆婆家和女人家用的木材不同 女人家柴房里那半块木材 正是允珍落在地上的 她根本就没有用木材点燃屋子 怒火案真相大白后 始终又给出致命一击 证实女人的贵族身份是伪造的 在此之前 她还因为诈骗坐过牢 丈夫立刻傻眼 只能软下语气 请求允珍的原谅 但允珍操起把镰刀 狠狠砍在丈夫脚下 以此斩断两人的夫妻情分 破案之后 允珍宛若重生 她决定离开婆婆家 开始新的生活 夜晚坐手来到医馆 又想利用女儿的身世 威胁医员 谁知女儿居然完全知晓自己的身世 每次医员喝醉后 都会叨念这些往事 这下坐手的把柄全都作废 医员也挺直了腰杆 何持她赶紧离开 信宇在此登门寻找医员时 偶然见到恩宇在摆弄 侍奉了针筒 信宇像是发现什么般 瞪大了双眼 她手中有一只 碰过毒发黑的银针 正是属于针筒里 其中一只 她紧簇双眉 猜想着哪只银针 莫非被侍奉使用过 信宇立刻赶过县衙 原来那根银针 正是侍奉附近死亡栓 紧紧握着的物证 信宇沉浸思考 毫无察觉 户外有人正在偷看 隔天坐手借口出枕 将侍奉叫出来 提出两人一起把医员除掉 接管贵书医馆 为了动摇侍奉 坐手和青楼女子一唱一鹤 说起医员的人品堪忧 在过去的战乱之际 她甚至铺开人的肚子 给活人为了毒草 侍奉坚决拒绝坐手 但那些对于医员的描述 还是让她心中震撼 这个时代的疾病治疗 普遍都为网闻问贱 直接铺开肚子的做法 看起来确实十分疯狂 回见了路上 侍奉听见有人高喊瘟疫来了 她立刻上前查看 熟悉的肿疮令她无比震惊 消息传开之后 大街上的商铺 纷纷收摊关门 一些供给用的井水也被封住 热闹的街市瞬间宛若死城 只剩下医馆里圆满为患 侍奉让恩宇去汇报县令和信誉这件事 谁知坐手偷听到消息 立刻先一步把城中的药材全部收购 等到侍奉来购买时 早已空空如也 无奈之下 医员只好找到坐手交涉 可对方一开口就出五倍的价格 直言若是医员买不起 就用医馆作为抵押 看见天灾当头 坐手却还在算计着医院的地皮 医员怒火中烧 捏紧拳头就要打过去 最后还是被男仆拉走 夜晚 医馆里的草药已经用尽 医员看着满院伤患 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便把医馆众人全都叫到屋子里 其用紧急应对方案 既然坐手不仁 狠心借瘟疫发财 那医员也不易 就将她的药材全部偷走 夜深 女儿伪装成食品小贩 陪着刚煮好的粥 来到坐手家门前 守门的下人听说 可以免费喝粥饮酒 迫不及待地来上一晚 没过多久 就睡倒在大门口 等到醒来时 坐手发现 困药的仓库早已空空荡荡 她连忙带着家中所有人 去追赶小偷 可坐手刚走 仓库就落下一条深色帘子 医馆的人 只是用这样的障眼法 就让坐手中了调虎离山之间 踩她去追赶幼儿时 才是偷走药材的时机 就这样 两车满满的药材 被运回了桂花医馆 坐手的仓库里 不发各种名贵药材 医馆的人 开始夜以即日地制作解读完 隔天 士风终于看见 患者们手上的肿疮 似乎有些好转 医员也过来查看 无意中看见 患者耳后出现紫色的水泡 她心中有些慌张 紫色水泡是断血草 才能引起的症状 但她记得 这种毒草已经被尽数销毁 这时 医员留意到 不远处的一对小兄弟 哥哥感染了瘟疫 可弟弟却没有四号症状 医员心中大惊 在一起也没有被感染 说明这个肿疮并非瘟疫 而是由毒草引发的 大规模中毒 此时县令召集了医馆的人 商量着要把染病的村民 送去深山隔离 士风和恩怨本着医者人心 知道这个方法就是让患者自生自灭 他们只反对意见 贪生怕死的坐手 巴不得把患者丢得远远的 但意外的是 医员居然也同意这个做法 最终医馆里的病人 全都被牙医抓走 押送前往深山里的大棚 临走前 士风查看了他们手臂上的肿疮 发现愈合效果甚微 之前的用药显然没有起到效果 送走患者之后 医员把自己关进房间里 回想着多年前 左相和御医带人来到正医员 和自己隐居的地方 强行将断血草为他吃下 正医员立刻浑身长疮而死 之后左相销毁了 他用于研究而种植的断血草 还烧毁了那本海东本草 当时医员外出采样逃过一劫 却在远处目睹了一切 还知道左相想要完全抹杀 断血草的痕迹 所以绝不能让他以为 这些症状是因为断血草的缘故 要让他确信这就是一场瘟疫 一边想着 医员连夜来到山上 挖掘着那些已死被埋的病患 想确认他们到底是不是 因为断血草而死 谁知世丰也一路跟了过来 他早就察觉到医员的神色有益 为了赶走世丰 医员用先王的死去刺激他 称他总把旧人挂在嘴边 却照样就不会先王 世丰走后 医员八拍古尸袋 发现尸体上长满了紫色水泡 这场瘟疫正是断血草中毒 信玉来到医馆 想询问如何处置深山大棚里的患者 这时世丰主动申请 要进入大棚为患者医诊 这个决定让医员和信玉都大吃一惊 因为一旦进入大棚 除非瘟疫痊愈 否则再也不能离开 世丰完全了解 但还是坚持前往 正是因为昨晚医员的话 让世丰更加坚定 想要弥补当年没法治好先王的遗憾 世丰进入大棚 经过观察 发现这次的瘟疫前所未有 是全新的症状 因此若要弄清病原 就要去瘟疫最初爆发的地方调查 世丰无法离开 只好拜托恩宇去做这件事 恩宇来到那片已经荒凉的村子 发现还有一个小男孩 他看起来没有被感染 经常怒怒男孩 用一些自己采集的花蜜和恩宇换的食物 恩宇从未见过这种花草 便带回来给医员辨认 医员一打开看 果然就是断血草 更糟的事 恩宇还尝了一些断血草的花蜜 已经出现了些许肿疮 看见恩宇也中了毒 医员再也无法坐视不理 他来到大棚 把恩宇情况告诉世丰 并说出自己知道治疗的方法 只能用一种叫士梅草的毒草以毒攻毒 但用药不慎也会造成死亡 谁知士丰居然听过这种毒草 是他从海东本草这本书上看见的 士丰告诉医员 他读这本书时意外从中发现了一张地图 看起来正是士梅草种植的地方 士丰立刻背起行囊 跋山涉水 皇天不负有心人 终于让士丰找到了种满士梅草的山坡 正当他带着满满一箱草药回到村子时 信羽突然出现在半路 对士丰拔刀相向 原来御医看过村里疫情的上报 从患者长出紫色水泡的特征断定 是断血草再次重现人间 他立刻告知左相 左相便给信羽发来密细 让他将士丰和所有感染者全都杀死 信羽心中也无比纠结 尤其是发现恩羽也被感染之后 可还未挥剑 信羽居然也并发倒下 士丰上前查看 原来他也被感染了 士丰连忙扶着信羽回到大鹏 阻止想要烧毁大鹏的作手 对众人大喊着 自己已经找到了草药 大家都能够获救 士丰找到医员 让他教自己下一步要如何使用士梅草 医员沉默两久 刚准备把断血草的秘密说出来 谁知士丰早已把一切串联在一起 也推断出这一切并非瘟疫 而是断血草中毒 见到士丰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医员索性把一切全盘拖出 他的师父郑医员 之前就在最初发病的村子里 研究断血草 而他也因为这种草药找来杀身之祸 医员嘱咐士丰 那些杀人灭口的势力太过可怕 从现在开始 他也绝不能提起断血草的名字 就当是在治疗瘟疫 经过士丰的医生试药 医员最终得出 是梅草解毒的使用剂量 士丰经过一天一夜的昏迷 醒来之后 身上的水泡已经完全消退 大棚里的病患们服药之后 也开始痊愈 康复后 士丰端着草药来到幸运面前 请求他之后上报甩 能把瘟疫写成不会传染的怪病 或许这样才能让朝堂不下令烧死村民 挽救一群无辜的性命 信语被士丰的意志所打动 答应了他的请求 在给左相的密信中 把瘟疫写成怪病 并称已经找到特效药用于治疗 左相探完信之后 信中也十分胡疑 御医认为是断血草中毒 而信语称是怪病 到底是谁在说谎 这天 士丰特地找到信语 追问他想要杀死自己的原因 士丰是因为左相探的命令 信语面色纠结 沉思片刻后承认到 确实如此 如今他已经无法对身为救命恩人的士丰下手 只能请求他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但士丰不愿逃避 声称面对野兽 最不该暴露的就是被捕 若是选择直面凶恶 尚庆还有抵抗的机会 对士丰来说 生死从来不由天 他不会逃跑 回到医馆 士丰立刻找到医员 询问断血草的秘密 他已经将一切因果串联 断血草中毒的症状 和先王去世时一模一样 加上追杀自己的人又是左相 想必当年先王之死 必定和断血草有关 或许就是有人故意投毒 面对士丰的刨根问题 医员只好说出 当年是御医将断血草 作为向上爬的权力工具 献给了左相 为此还杀害了他们的师父郑医员 毁掉了所有断血草的痕迹 听到真相的士丰无比震惊 但医员还是恳求他尽快逃走 不要躺壁当车 触碰禁忌的后果 不仅仅是自身性命不保 还可能会波及到医馆的人和所有村民 但士丰不愿妥协 立刻回到屋里打包行李 即刻就要返回汉阳城揭露真相 男仆拦不住他只好去求助恩宇 恩宇来到士丰无外 表露出想与他同行的一员 却被士丰挽挤 心情低落的恩宇 只好找了去书铺的借口 离开医馆冷静一番 随之沿途却遭到了袭击 昏倒在路上 很快士丰和男仆打着灯笼来寻找恩宇 立刻将他带回医馆治疗 索性恩宇指射受到惊吓 并无其他大碍 医员给恩宇扎针后 命令士丰寸步不离地留下照看 在他醒来之后 不要再提起去汉阳的事 隔天一早 士丰见恩宇醒了过来 一时忘情抱紧他 但很快又觉得举止失礼 默默为恩宇把脉 他的身体已经恢复正常 接下来就要说说 昨晚被何人袭击 信誉听闻恩宇遇邪 也急切地赶来询问 昨日恩宇遇邪的地点 在参判家门外 由于主人参判已经去世 家中只有夫人和小姐 恩宇猜测 遇见的很可能是小偷 他正要起身去调查时 士丰和宇信 一口同声地让他留下 这件事交给他们负责 于是两人开始竞争激烈地 合作关系 然而半路上信誉告诉他 不排除袭击恩宇的人 是冲着士丰而来 左相手眼通天 有一万种方法能杀死士丰 他根本无法逃脱 能做的只是不把杀身吃货 满眼给身边的人 但士丰依旧不愿服输 要和左相抗争到底 两人来到参判家中 询问夫人昨晚是否遭贼 闻言夫人的动作十分不自然 他紧紧攥着双手回答着 昨晚府上一切正常 说完便急切地让下人送客 士丰和信誉对视了一眼 达成了默契 觉得夫人一定在说谎 这时不远处一个老婆 悄悄捡起脚落一块红布 刚想要离开 就被士丰叫做 士丰想让他带路 去见一见府上的小姐 但没有经过夫人的同意 老婆也不敢自作主张 心语只好摆出官尾 利用御史监察的名头 强迫老婆带路 三人刚走进小姐的房间 就看见他虚弱地倒在地上 气弱油丝 却坚持不愿去医馆看病 这下老婆才不得已说出真相 原来昨晚确实有小偷 潜入府内偷人 目标正是小姐 她惊险逃过一劫后 才下沉了这副模样 夜晚士丰回到医馆 将参判府中的见闻告诉恩宇 虽然老婆声称 小姐是受到惊吓 但士丰把脉的结果显示 小姐更像是长时间的噎机 才导致身体虚弱 而夫人不安的模样 看起来也很可疑 恩宇皱着眉头 她知道参判夫人十分宠溺女儿 她如果遭到劫难 夫人一定会去报官调查 但她选择监口不言 一定有所古怪 为了打探内情 恩宇提出 明日亲自去拜访夫人 隔天 士丰陪着恩宇再次登门参判府 见到语信先到了一波 夫人则言辞激烈 不希望外人再对这件事纠缠不休 她压下盗贼偷人的传言 只是不想损害女儿的名节 好让她未来能嫁个好人家 刚说完 老婆就匆匆来报 小姐因为椰基石卧十分难受 见到小姐痛苦的模样 夫人才勉强同意恩宇为她试针 只见恩宇扎完针 小姐症状很快就有所减轻 夫人离开房间后 恩宇刚想询问小姐 关于遭贼那晚的情况 小姐却扭头 看见老婆身上戴着的红色布条 她一把夺过 情绪激动的痛哭起来 却不说出原因 让众人十分慰解 当晚 恩宇夜半醒来 来到庭院似乎再次遇见了那晚的盗贼 索性这回 医馆的人听到动静后都醒了过来 将盗贼团团围住 虽然最后还是让她逃走 但索性恩宇并不大碍 只是又受到了惊吓 为了保护恩宇的安全 今夜 医馆所有女性和小孩都和她睡在一起 隔天恩宇起床后 看见地上多了几团潮湿的泥巴 而男孩也发现 医馆里多了一些没见过的名贵药材 恩宇像是明白了什么 连忙来到参判府外 观察到院墙上 同样也落下一样的湿泥 夜晚众人围着那堆珍贵药材 男孩闻了闻断定 折射生长于山顶的山深 确认了盗贼所到之处后 侍风和恩宇决定 明日前往山顶调查一番 就在大家忙着调查案件时 一肚子坏水的座手又有新动作 他贿赂到了左校面前 向他告密 呈亲眼见到宇兴在调查某根发黑的银针 左相立刻将座手收入麾下 让他往后详细的对自己汇报信宇的动作 转身左相找到信宇 质问他 侍风为何到现在还没有死 信宇没有回答 而是反问左相 为何非要处此 侍风这样卑微的乡下一员 这句话让左相明白 他确实对自己而有二心 隔天 侍风和男仆来到山顶 以外发现一个虚弱昏迷的男人 侍风立刻向他带回医馆 发现男人的疾病和小姐的业绩症一模一样 侍风有个猜想 或许男人和小姐互相认识 悬着疑惑 两人再次找到小姐 说起盗贼之后 还去医馆袭击了恩语 谁知小姐立刻辩解着 车男人并不是这样的人 侍风希望小姐能说出真相 否则男人就要依法送去官府 小姐无奈只好说出 他们是一对恋人 那块红布正是两人的定情信物 但男人是家中的下人 二人身份悬殊 为了在一起 两人制定了盗走小姐这个计划 谁知男人却被夫人抓住 好不容易才逃出去 至此小姐无法离开府中 男人也没办法进来 二人的缘分已经被夫人斩断 最后小姐只请求 侍风和恩语能放过男人 回家的路上 侍风觉得小姐和男人患上的是相思病 为了恋人茶饭不思 两人刚不到医馆 县衙的人就闻风而来 以盗窃罪将男人带走 关进监牢 但侍风知道 男人根本没有到走任何东西 不管是第一次进入参判家 还是第二次来到医馆 都只是想把挖到的名贵药材 交给医员 好让他们用于医治小姐 为了救出男人 侍风只能请信宇再帮个忙 暂时将男人从监牢里放走 这天夜晚 恩语带着小姐来到一片竹林 让她学着对满月倾诉心事 为了引导小姐 恩语率先做了示范 她看着远处的侍风 说出心中最渴望的期盼 那就是不要离开 继续留在自己身边 侍风听着恩语的告白 已是心虚混乱 小姐听了恩语的示范后 也对着满月说出了 对男人的思念和爱慕 这时男人走了出来 恩语退回侍风身边 却羞得不敢与她对策 竹林相见之后 小姐便和男人私奔离去 信宇得知这件事后 十分恼怒 指责示风不顾法界 另一边 左相已经命令御医 去着手除掉羽信 夺走她手里 示风父亲临死前 抓住的那根银针 恩语在竹林中 对示风表白 希望她不要离开 示风也不想辜负恩语 于是告诉她 曾经自己 没能治好先王的疾病 被赶出了王宫 从此不能失真 因为这件事 至今还有人 想要取走自己的性命 示风也不愿离开医馆 但是她必须要说出 先王之死的真相 此去汉阳危险重重 示风不知道 恩语是否愿意 等自己回来 文言恩语鼓励 示风勇敢去做自己的事 她并不会一门心思地 等待示风 而是在她离去的日子里 寻找自己想要走的路 与此同时 信语在下山的路上 遭到了黑衣人的袭击 两人激烈打斗拳 坐手趁乱 投袭信语 将那枚证物银针夺走 信语负伤前逃 最终逃过了黑衣人的追杀 回到医馆之后 示风又在整理着 围绕先王之死的线索 恩语走了进来 看见她将信语 也位列关心人之一 恩语突然想起 前几日的夜晚 信语看见示风 送给自己的针筒之后 神色有些慌张 她怀疑信语正在调查的隐情 示风也许是知情者 示风想了想 打算亲自去询问信语 然而 两人来到府衙 衙衣告知她 信语昨晚匆匆离开 似乎去了下一个调令地任职 但示风并不想相信 信语在放过她时 曾提醒过 要小心左向的毒手 她会让人悄无声息地死亡 这番形容正符合她此时下落不明的状况 示风怀疑信语是遭到了不测 于是带着恩语来到山林寻找 果然发现奄奄一息的信语 她用最后一口气交代示风 不能让自己还活着的消息传出去 示风和恩语只好把她带去林间破屋 先进行医治 处理好伤口后 示风询问信语在调查的事 是否和自己的父亲有关 信语回答 当年示风父亲死亡时 手中握着一枚变色的针 自己是当年负责调查的从事官 因此拿到了这个重要证物 只不过这枚针已经不在信语手里 被偷袭她的家伙拿走了 另一边的王宫里 某天已经登位为王的世子 不然借口身体不适 想要去先王养病的温泉行宫居住 所有大臣都对此颇有威慈 觉得世子还年纪轻轻 就不理正事 谈图享乐 左相也十分怀疑 担心世子另有目的 果然下朝之后 羽衣匆匆赶来 告诉左相 之前从宫里逃走的御膳房宫女 落在了世子手里 左相狡诈一笑 立刻明白 世子移居温泉行宫的目的 救救信语后 为了不暴露她的行踪 世丰和恩允只好每次 从医馆带食物给她 可是这天夜里 两人来到破屋时 却发现信语已经悄然离开 当世丰和恩允在寻找信语时 医馆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 医员见到她第一眼 就察觉此人身份不凡 来者正是微服私访的世子 和贴身世纬 她想要见世丰一面 给出了许多钱财 医员见钱眼开 立刻将她请进屋里诊卖 故意夸大世子身上的毛病 还想再从她身上骗些钱来 直到快天亮晨 世丰和恩允才回到医馆 听说有个贵公子正在等自己看着 世丰立刻走进屋内 被眼前的世子吓了一跳 世丰立刻跪下行大礼 世子也十分想念世丰 但寒暄几句后 还是不忘正事 世丰将御膳房宫女带了出来 想让世丰为她智囊 因为那名宫女似乎知道先亡知死的内情 世子准备离开时 侍卫们也将宫女送来了医馆 她在途中曾尝试逃跑 之后便摔在地上不省人事 世丰将她安置好后 这才告诉医馆的人 昨晚登门的贵公子正是当今的殿下 一元瞬间扔在原地 为自己冒犯王上的举动无比悔恨 医馆其他的人也惩惶惩恐 对世子托付的宫女无比上心 好几双眼睛盯着她醒来 宫女苏醒后 本能地对陌生环境感到害怕 但看着医馆的人淳朴的笑脸 还是渐渐放下戒心 宫女虽然愿意留在医馆 但对任何问题都坚口不言 对治疗更是显露排斥 世丰只好端来笔墨 让宫女写下想说的话 这时左相已经交代了座手 让她留意来到医馆寻找世丰的女人 座手满口答应 同时还给左相献上一包能让人上瘾的粉末 座手并没有献上那根银针 她要将这个证物当作手里保命的底牌 之后座手来到医馆探头探脑 被医员察觉 她有些担心对方又有不可说的诡计 适逢明白医员的意思 想着明日将宫女秘密转移出去 当晚恩宇给宫女送钥匙 发现她正在纸上 不知画着什么 恩宇端上汤药 却被宫女打翻洒在地上的水渍 让宫女想起了一道相似的鲜血 她立刻惊叫着跑出屋子 八风般在空气中挣扎 吵闹一通后再次晕了过去 世丰连忙将宫女带回床上 知道恩宇对其是真 在解开宫女的上衣后 世丰看见她胸前有三颗痣 立刻想起宫女曾是自己在王宫里医治过的人 宫女苏醒之后 世丰从她的眼神中读出 对方也记得自己 宫女点点头 想要说话却发不出声来 世丰想要打开宫女的心门 于是利用了宫人最常有的思乡之情 想带着宫女回家看看 谁知这句话却踩中对方的痛处 宫女再次回忆起可怕的场景 吓得惊声大叫 世丰知道一定是宫女的家乡遭遇了什么 才让她患上如今间歇性失控的病状 但那既是病原也可以是解药 世丰还是想带着宫女回家一趟 这一次医馆所有人都会陪着她 让宫女不再恐惧不安 听着世丰的话 宫女点了点头 于是浩浩荡荡地交游队伍踏上了旅途 孩子和老人在队伍前列 嬉笑打闹 世丰和恩允走在最后 交谈间世丰想起了下落不明的信誉 但恩允对她很有自信 觉得信誉是个厉害的人 在什么环境都能生存下来 众人跋山涉水来到宫女的家 却发现满怨狼藉 大家立刻将弄乱的地方收拾一心 再欢迎宫女回家 热闹的饭桌让宫女重温了家庭的温暖 第二天世丰再次与宫女交谈 他们都一样失去了家人 不同的是世丰的灾祸源于自身的傲慢 倘若当初她听从父亲的话 不去出头治疗先王 就不会有后来的灭门惨剧 还连累了宫女的一家 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看着悲伤的世丰 宫女居然伸出手安抚了她 这时男孩意外发现 之前宫女在地上的乱涂乱画 拼起来正是一个蝴蝶图案 她立刻把这件事告诉了恩允和世丰 宫女见到蝴蝶图案后 一场激动 她平复了许久 终于开口说话 她告诉世丰 她的父亲是被谋杀 杀人者是腰间缠着蝴蝶挂饰的男子 世丰立刻想起了信宇 因为她不止一次看见 信宇的腰间有一枚蝴蝶挂饰 恩允显然也知道这件事 但她还是选择信任信宇 觉得她不是草菅人命的杀手 这时座手正带着左相亲自前往医馆 那天她来医馆打探 虽然备受阻挠 但还是看见屋外有一双女人的小鞋 坐手笃定左相要找的女人 已经见到了世丰 上报之后 左相要求亲自前来 和世丰做个了断 他们打探到了医馆众人的行踪 正带着一对人马前往 索性在半路被男仆发现 立刻回去通风报信 世丰知道左相的目的是自己和宫女 为了不波及其他人 她带着宫女开始逃跑 并把剩下的人安全托付给了恩允 两人在临间逃窜 宫女不信 挽伤了脚 为了守护她的安全 世丰不惜以身犯险 引开追兵 她嘱咐宫女一定要活下来 这是王上的命令 就在世丰将追兵引开 再回头寻找宫女时 却竟发现她已经消失不见 此时恩允也不放心 折返而回帮助世丰 两人再次回到宫女家附近 悄悄查看 却发现她的尸体 已经被带到左相面前 杀死她的人正是信誉 世丰悲愤不已 想要马上冲上前 质问信誉为何要注重为虐 却被恩允紧紧拉住 两人此时露面 彼此无疑 只有先保住性命 才能为那些枉死的人申冤 在恩允的劝说下 世丰才冷静下来 夜晚信誉跟着左相回府 忠心恳求左相 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这次她一定会亲手杀死世丰 拿回银针 以示自己的忠心 左相虽然愿意给出机会 但对信誉依然不放心 让她与座手一起行动 互相牵制 离开左相府后 信誉立刻拔刀挥向座手 让她归还自己的东西 然而狡诈的座手 却看穿了她的弱点 那便是银针对信誉十分重要 只要她一天不交出银针 信誉就不能杀死自己 天黑时分 世丰和恩允终于从树林回到医馆 众人立刻迎上去询问宫女的下落 恩宇失落地回答 她已经不幸去世 夜晚世丰告诉医员 自己决定前往汉阳一趟 将宫女赤死告知世子 文言恩宇也主动申请一通前去 碍于世丰还在被左相追杀 有人在一旁帮衬 会更容易混进汉阳城中 世丰交代医员 在自己和恩宇离去的时间里 让她好好调查作手 隔天世丰和恩宇前往汉阳 路过城门时 两人装成了一对夫妇顺利通往 世丰感谢恩宇对自己的协助 但还是要与她约法三章 如果遇到危险 绝对不要强行出头 恩宇笑着应允 答应世丰自己会用脑筋想办法 却不和恶势力硬刚 世丰凭借着世子给的令牌 顺利进入到了王宫里 世子得知宫女被杀也无比震惊 只能悲愤左相的恶势力一手遮天 但两人不能沉浸在失落之中 世子很快便安排世丰为气味上宫验尸 这名气味上宫正是豁出了性命 对世子揭露了先王死因 也是他告知世子 宫女或许知道内幕 但如今已知的线索都被悉数切断 世子只好让世丰从气味上宫身上 寻找蛛丝马界 恩宇检查了气味上宫脸上的肿疮 发现里面还有断血草的成分 这些肿疮又和上一次村子里爆发的瘟疫十分相似 世丰和恩宇这才确认 村子里的疾病并非瘟疫 而是大批量的断血草中毒 世丰和恩宇离开当天 医馆就来了一名癫狂症的患者 医员为他诊治后发现患者的身体并未有什么大吉 但精神却错乱的不清 总是感觉有一群人正在对自己拳打脚踢 明明身体没有任何触碰 也会有明显的痛症 医员闽思苦想也得不出个结论 只好先熬了一剂安神汤 但由于一些药材以管里已经没有库存 医员只好和男仆上街采购 来到街上医员发现 这两种药材最近疯狂稀缺 不少医馆都在大肆采购 原因正是近日以来 癫狂症的患者不断增多 医员想了想难道是瘟疫的后遗症 这时不远处传来一阵打骂声 一个平民恳求某个自画摊的老板 让他卖给自己一些药草 上瘾的平民看起来和医馆里的患者有几分相似 都是浑身有着强烈的痛感 离开了药草就无法忍受 医员也上前假装买家对其试探 看见摊主掏出一袋后 医员愤怒地揪住他的衣领 质问究竟是谁生产这些邪恶东西来毒害百姓 摊主见识不妙立刻喊出打手 男仆上前一步与打手迎战 三拳两脚便把对方打倒 夜晚坐手与一名医官见面逃出银针 询问他这是什么来历 医官看了看 从银针上的纹路看来应该是属于王公的物品 坐手十分激动 继续追问银针上发黑的物质又是什么 医官观察了一番 断定这是一种罕见的剧毒 坐手立刻将王公和剧毒两个关键词联系在一起 询问对方关于先王去世的原因 是否有所耳闻 医官小声回答 据说有被毒杀的可能性 坐手的脸上再次露出狡黠的笑容 似乎又被他发现了不得了的秘密 另一边 书画摊主见遇到了应查 立刻招供提供药草的正式坐手 回到医馆之后 医员细细思考了一番 之前坐手三番两次 想要夺走医馆的土地 想必也是用来种植药草 坐手是左相的人 若是找到他流通药草的证据 对打击左相也有很大的帮助 医员立刻来到县衙上报 称坐手正在私自种植药草 在平民中流通 对此宪令立刻抓住 书画摊主审问 此时正在应塑园里监控了坐手 听说摊主被医员举报 感觉大事不妙 立刻让人被骂 连夜来到左相府中 坐手恳求左相救自己一命 可左相却反应平平 似乎完全不把他的窘迫放在心上 见状 坐手只好抖出自己掌握的把柄 不仅自报 银针就在自己手上 还把左相让自己追杀宫女的事挂在嘴边 并揣测他用剧毒谋害先王 这番话说出谱 左相的眼中立刻闪着寒光 他怎么会害怕一个小小的坐手 就算此刻银针已经落入世子手中 左相也有能力保全自身 坐手这才知道自己的威胁只是躺臂当车 他只能服软在此线中 请左相饶命 左相知道留着坐手还有用 便顺势下了台阶 询问他需要自己帮忙做什么 坐手立刻说着 让左相写一封书信给县衙 让他不要没收自己的因素田地 俩人的对话正被屋外的语信听得一清二楚 隔天县令要带人查封坐手加持 左相的信函及时送到 时间立刻发生了反转 牙医们离开坐手家中转头前往医馆 将医员和其他伙伴全都抓了起来 世丰和恩宇从汉阳城回家后 只看见医馆变得一片狼藉 婆婆从小房间里跑出来 告知其他人全都被坏人抓走 世丰一想便知 在这里能想尽方法针对医员的只有坐手一人 这时之前患上癫狂症的患者 再次走进医馆 他恳求世丰救救自己 他服用药草后变得不成人样 还为了购买药把家人全都卖掉 世丰认出他之前是帮做手做事的人 觉得他把家人卖去的地方 或许就关押着医员等人 但患者却对那个地方露出极度惊恐的神色 不知要如何去形容 只知道那里的土地漆黑一片 每到夜晚会有蝙蝠飞过 这时恩羽灵机一动仿佛猜到了这个地址 他开始和世丰一起熬制恶臭的中药 作为救人的道具 深夜恩羽和世丰来到森林里 恩羽知道林中深处有一片黑土地 想必就是患者口中的地方 果然穿过密林 恩羽和世丰爬到树上 看见了一片药草原 两人朝院子里丢出特制的臭味烟雾蛋后 分头行动 恩羽来到一间杂房之中 救下男仆 厨娘和女儿等人 世丰则来到医院被困的地方 可刚给他解开绳索 就被作手的人包围 就在作手得意洋洋 觉得自己大获全胜时 瞬间被牙翼包围 属下们纷纷仓皇逃跑 碰到了火把 点燃了地上的药草 情急之下 作手拿出银针 威胁世丰放过自己 否则就把他丢进火里 世丰并没有妥协 这枚银针本就属于自己 就在他一步步逼近作手 对方突然亮出匕首 准备偷袭世丰 可世丰却握住了刀刃 挡开了袭击 这下无计可施的作手 只好跪地求饶 坦言自己会供出 左向所有罪证 只求世丰能让自己活下去 谁知这时 突然从林中飞来一只冷剑 杖中作手胸口 作手立刻吐血倒地 临死前将尹针悄悄塞给了世丰 告知这是他父亲的遗物 经过一夜的收缴 药草原的脏物已被压抑西数带走 世丰觉得以作手的做事风格 一定会记录下贵路左向的账本 刚说完 一元就高举着账本而来 世丰连忙翻阅起来 果然里面全是作手 对左向上贡的明信 世丰重来信息 只要有银针和账本 一定能扳倒左向 隔日一早 他就准备启程前往汉阳 恩与理所应当地 跟在他身边同行 世丰看完账本之后 勃然大怒 恨不得立刻就将左向绳之于法 但世丰提醒世丰 若是太过心急 会给左向逃脱的可乘之机 他们可以先除掉左向的尾巴 这样一来 真正对他审判之时 左向就无法将罪责 嫁祸他人 世丰让世丰派人将医员 请来汉阳城 让他在旁协助 深夜 医员静字来到御医的府上 导致他先往死前 用于治疗的银针 已经落入世子手中 世子也知晓了 御医联合左向 用断血草害人 背叛并杀死师父和同门的侍神 若是御医此刻良心发现 揭发左向的罪过 世子尚且能饶他一命 然而 医员这招并非真的是要唤醒御医的良知 而是在敲山震火 他告诉世子 听到威胁之后 御医一定会第一时间找到左向 到时候世子就要派出卫队 当着左向的面将御医和信玉一起抓获 世丰点名要抓捕信玉 似乎还有别的目的 果然御医连夜前往了左向府 还位于左向说上话 就被侍卫带走 夜晚世子亲自前往监狱审问御医 但御医紧咬口风 根本不承认自己毒害先王的事实 这让世子十分生气 从监狼回来后 一直感到身体不顺 无法上朝 世丰前来诊着 并让恩宇替代自己试真 一阵落下 世子的情况少有好转 宫外便传来左向求见的通报 因为世子的身体还未恢复 世丰不建议他此刻与左向见面 但世子却不敢逃避 立刻传照了左向 见面之后 世子主动告知了 自己抓走御医的原因 正是怀疑他是杀害先王的凶手 只是目前苦无证据 说完他故意请求左向 帮自己调查 还解释着抓捕信玉 是因为他和宫女之死有关 但世子承诺几日后就会放过他 世子的态度令左向琢磨不透 他从王宫离开后 立刻前往监牢 询问信玉是谁走漏了 他杀死宫女的消息 信玉想了想 觉得只有坐手会这么做 左向若有所思 让信玉不必惊慌 他不日后就会被释放 从王宫离开后 世丰和恩玉回到自己的府邸 竟发现医馆的人也全都来了 大家再次欢聚一堂 夜晚 厨娘做好了红豆粥 端上了餐桌 席间恩玉和世丰还在苦恼 究竟要如何抓住左向的尾巴 避免他让其他人顶罪 抱着这个疑问 恩玉吃起红豆粥 突然间他想起自己之前查阅过 先王死亡当天的饮食记录本 他的某一餐膳食也是红豆粥 根据这个线索 恩玉突然有了对付左向的办法 隔天上朝 世子突然兴致所且 请所有大臣吃红豆粥 然而左向看着这碗粥 却变了脸色 迟迟没有动手 世子继续在朝堂上宣布 他决定将世丰重新招回内医院 为自己看诊 与伴世丰大步地走进来 其他臣子纷纷提出抗议 指出世丰是害死先王的凶手 但世子里排众议 声称真凶是御医 世丰很快就会恢复清白 这时世丰来到左向面前 询问他为何不吃眼前的红豆粥 左向不予回答 世丰转而告诉所有大臣 今日的粥正是先王死前的餐点 自己在粥里投放了毒药 只有心中有鬼的人 才不敢吃下这口粥 世丰的话直指左向 实现左向为了自证清白 恶狠狠地吃了一口 但世丰依然没有放过他 随即拿出作手的账本 指控左向收受贿赂 还允许药草制品在民间传播 狮子连忙配合世丰 下令将左向押入大牢 就在左向走进监牢之前 悄悄塞给侍卫一张纸条 纸条传到一名黑衣人手中 他立刻潜入世丰的府邸 准备发起偷袭 关键时刻 一元救下世丰 为他挡了一刀 看着奄奄一息的一元 世丰的内心更加坚定 一定要揭发恶人们的罪证 隔天 狮子审问左向和御医审 世丰来到现场 他亲自验证了给先王诊治过的银针 与气味上宫验尸所用的针上 都有断血草的成分 说明先王正是中毒而死 然而左向却恶人先告状 声称给先王下毒的人 就是世丰本人 左向的话引来党羽们的负荷 场面一下就对世丰不利了起来 谁知下一秒 信羽就带着宫女走来 着实将左向吓了一跳 原来信羽并没有背叛世丰和恩怨 他回到左向身边 只是为制造宫女死亡的假象 一切都在世丰的计划之中 宫女指出当时是御医把断血草交给自己 投放进了红豆粥里 除此之外 宫女还亲眼目睹了世丰父亲被杀的画面 凶手的腰带上系着一枚黑色的蝴蝶吊坠 这个标识正是左向家族的家徽 宫女的证词完全改变了案情的风向 御医见识不妙 立刻改口指证左向 宣称自己受到威胁 只能为左向做事 他只是负责把断血草交给宫女 投毒完全是左向的手段 最正确凿之下 左向突然站了起来 猛地拔出身旁侍卫的配刀 眼中杀气腾腾 下一秒 大批黑衣人也杀入了宫中 这是左向最后的抵抗 但黑衣人最终还是不敌大内侍卫 牵到自己走投无路 左向从身上套出一棵断血草塞进嘴里 当场死亡 左向死后 世丰和父亲的冤屈也被洗刷 世丰邀请他回到宫中复职 连医员也可以重新回到内医院 医馆的人听到这个消息 全都无比开心 可这样一来 乡下医馆就无人照看 世丰一直在思考自己的前路该走向何处 还没有答应世丰见言 这天夜里 信誉来向世丰告别 他决定离开朝鲜 去往更大的世界 临别前 信誉嘱托世丰 要照顾好恩宇 另一边 恩宇正在院子里祈祷 眼中不自觉地落下眼泪 仿佛遇见了自己和世丰的分别 若是世丰决定重返王宫 恩宇就不能长伴他左右 两人之间的情业或许也就到此为止 这时 医员走过来 告诉恩宇 自己已经拒绝了世丰的邀请 决定回到乡下医馆继续生活 这时世丰也走了过来 恩宇顺势拿出针筒还给他 世丰并没有收下 那是他给恩宇的礼物 不会再要回 况且世丰也遇刺了新的针筒给自己 看着恩宇落寞的神情 世丰解释着 因为世丰的身体尚未痊愈 自己不能丢下他 隔天 医员带着家人朋友们离开了汉阳城 恩宇回头看了看城门 眼中全是不舍 一转眼三个月过去 今日医馆的平静被打破 原来是世丰带着男仆 又回到了这里 所有人都兴高采恋 欢迎世丰归来 世丰之所以选择回来 是因为世丰的身体已经康复 除此之外 还有自己十分想念恩宇 这句告白 让所有人都心照不宣 恩宇和世丰也默契地相识一笑 回到熟悉的小厢房 夜晚世丰拿出针筒 想再一次尝试 自己是否能试针 但手指依然颤抖 世丰只好将其收回 坦然接受自己心的身份 那便是心医 自从失去了针灸能力 世丰在治疗中 便开始混入治愈精神的心理疗法 他摊开一本书页 准备把自己治疗过的病例写下 洛比的第一个患者便是恩宇 想到这里 世丰拿出了一枚戒指 约恩宇明日在林中大树下相见 对他表白心意 然而隔天 恩宇一出门 就看见父亲等在门口 他接到了调令 需要紧急前往黑山岛任职 此来正是为了带走恩宇 但恩宇不想错过对世丰告白的机会 借着去买干粮 一路跑向大树下 然而此时 世丰身边有一队官兵 他们给世丰带来了新的命令 世丰和恩宇无奈地遥望对方 只差了一步 他们就能够在一起 近日 王上每到深夜惊醒 总是能频繁看见飞蛾幻象 站在飞蛾之中 有一个腰上佩戴蝴蝶挂坠的人 王上认得他正是以死的左相 这番异样让他夜不能寐 于是紧急传召了 世丰和桂衣员 进宫看诊 世丰是朝鲜八道最著名的新衣 不但拥有精湛的医术 还能够一眼看穿患者的心病 例如因被讨而患病的儒生 世丰带走了对方的所有书籍 这个疾病的新药便是自由 并非所有人的梦想都是功成名就 患者并不是自愿想考取功名 不施加压力就是最好的良药 世丰和桂衣员来到寝殿 经诊断 王上的身体只是有一些心计与入睡障碍 其他并无大碍 因此更多的原因还是心病 两位医员说的没有错 王上的恐慌来自于对朝野大臣们的不信任 他刚继位不久 王位周围依然显向还生 一年前就有左向谋反事件 多亏了世丰 王上才能够死里逃生 离开王宫的路上 世丰十分担心王上 但桂衣员让他也要关心自己 因为世丰也经历过与王上相同的悲惨遭遇 他曾因为发现先王被毒死的事实 而遭到全族灭门 但好在世丰在桂衣员身边工作后 早已走出了阴霾 当然帮助世丰走出阴影的不仅只有桂衣员 还有一个不能被忽视的人 那便是恩宇 两人原本都是具有性命的人 恩宇因为一桩错误的婚姻 饱受婆家的精神打压和搁带 彻底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 两人相遇后 在携手行医之中互相治愈 就在双方都产生了爱慕之情时 王上却将恩宇一家调到了偏远地区任职 临别前世丰和恩宇表白心意 两人互相交换了信物 这份心意始终存在 余下的只有无尽的想念 这天夜晚 王宫一名宫女在深夜爆发出一阵尖叫 王上匆匆赶到 询问之下 原来他也看见了幻象 幻象里站着的人 也是佩戴蝴蝶挂式的 已经死亡的左相 不久之后 王宫就爆发了瘟疫 还伴随着可怕的谣言 据说看见左相鬼魂的人 都会染上异病 上朝时大臣们谈起这件事 言语中颇有责怪 王上除掉左相 才引发这场瘟疫的意思 这让王上十分恼怒 他不愿相信这些怪谈 那排众议立刻召侍风进攻 侍风原本是被流放的叛乱之子 虽然王上早已为他洗刷了罪行 但内医院里 对他依然诸多偏见 世丰与贵医员来到患病宫女身边 诊脉之后发现 虽然他们看起来全都很虚弱 但具体症状却不尽相同 世丰又打听了宫女的饮食 等日常习惯 事出必然有因 他和贵医员并不相信鬼神之说 王上十分信任世丰 准备将医治自己和宫女的事 全权交给他 谁知道却遭到内医院里 所有太医的反对 他们集体来到大殿上抗议 王上不该把自己的身体交给民间村医 王上最害怕这样的集体抗议 他毕竟还未建立起威严 许多事情都不能由自己的心意而行 最终王上妥协 表示会继续按照内医院的药方吃药 他一见状立刻得寸进尺 让王上把医治宫女的事 也交给内医院负责 并大言不惨地表示 宫女们吃假内医院的药都有所好转 闻言鬼医员立刻在一旁吐槽 患病宫女数量不断增加 太医居然有脸说出这种谎言 然而王上依然只能妥协 让世丰等人从旁辅助内医院 离开大殿后 胜利太医继续威胁世丰和贵医院 让他们不要抢了太医们的饭晚安 贵医院向来心之口快 立刻大呼晦气 这就是他当初离开内医院的原因 这里太医们只关注名声 毫无医德可言 这天恩宇回到了汉阳 刚下船他就在码头用针灸 救下了一个发病路人 赢得满堂喝彩 恩宇父亲被女儿高超的医术 惊得摸凳口袋 但还是提醒他不可太张扬 王宫里 贵医员在医治宫女时 有新发现 他们嘴里的气味刺鼻 若是将食物塞入口中 不久后就会变得乌黑 显然这并非是瘟疫 而是一场集体中毒 贵医员和士丰 立刻对内医院索要解毒药材 可那些人却将二人拦在屋外 坚决不承认贵医员的诊断 看着次次太医们 贵医员想要强行闯入 却被揍得鼻青脸肿 二人只好静静离去 返回的路上 他们又救下一名看见幻象的宫女 士丰发现她的眼珠发虑 很显然是中毒迹象 她再次恳求一旁的小太医 对方也看见了宫女眼中诡异的绿色 但受到内医院封气的影响 小太医也违心地否认士丰的诊断 无奈之下 士丰和贵医员只好回到医馆 把自己家的药材带进宫里 只有这样才能医治好宫女们 路过御花园神 士丰一行人偶遇了正在发脾气的翁主 她正好一抬脚 将绣花鞋飞到士丰身边 顺着目光望去 翁主立刻对英俊的士丰 一见清新 她身边的上宫也对贵医员一见钟情 翁主想让士丰把绣花鞋送到自己脚边 谁知这群人却行色匆匆 只是将鞋子丢到一旁 就快速离开 这让翁主的少女心开始碎裂 她收起笑容 朝天空发起了火 士丰刚准备给宫女们医治 就听说首席太医将一个宫女带走 妄图对她驱打成招 让对方承认是自己下毒 才导致了这场疫病 果然首席太医将这个想法告诉身旁的小太医 小太医十分惊恐 这样把黑锅甩在一个宫女身上 未免也太过下作 可首席太医却言之凿凿 难不成要内医院承认错误 这更加不可能 他们是朝鲜高高在上的太医 威严不可侵犯 这时士丰闯了进来 执意要带走被抓的宫女 首席太医立刻摆起谱来 痛斥士丰仗着王上的偏爱 在宫中毫无礼数规矩 士丰不理会这些话 他只知道宫女是自己的病人 比且为自己想借口 士丰只想尽最大的努力去救人 但士丰对于宫女也有些许疑问 返回路上他询问宫女 为何要深夜去无人的中宫殿游荡 恩于找到了贵医馆 然而屋里却没有一个人在 因为所有人都跟着士丰一起进宫 帮忙制作解毒药丸 就在士丰挑衅了首席太医之后 一旁的小太医也跟了过来 纷纷不平地指责士丰太过狂妄 这时毒蛇贵医员走来 直言自己曾经也是宫里的王牌太医 正是看穿了内医院井底之蛙 自视甚高的风险才果断离开 并且终生都唾弃这里 说完贵医员询问了小太医的大名 对方回答自己名叫江日 辛苦了一整日 贵医馆的人离开宫中回到了自家 士丰躺在榻上 眼前出现了恩于的脸 他不禁感叹 自己的幻觉越来越清新 谁知这一次出现的是真的恩于 两人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为了欢迎恩于归来 厨娘做了一桌好餐 只有婆婆一脸紧张 她要与恩于拉钩 这一次回来 就不要再丢下士丰离开 闻言恩于笑着 与她勾了勾小纸 当晚士丰亲自为恩于戴上祖传的戒指 就当是与她的婚约之物 只是眼下 她还需要帮助王上处理宫中的怪病 暂时不能迎娶恩于 这勾结恩于的好奇心 她询问了宫女们的症状后 决定要亲自见见那鬼魂 恩于也想尽一份力 早日解决王上的心结 士丰也能提早结束任务 回到自己身边 夜晚士丰就带着恩于来到发现鬼魂的水井旁 恩于立刻闻到一股微弱的百合花香味 就在这时 远处传来翁主的尖叫 声称自己看见了鬼魂 恩于顺着翁主的指引跑去 却意外与江日转个满怀 随后赶来的士丰立刻将恩于护在身后 与江日对峙而立 感恩之后回到翁主的寝殿 未受惊的他诊脉安抚 期间士丰询问起翁主是否见到鬼魂的模样 翁主回答 鬼影穿着兽衣十分惊悚 一边说着翁主抓住了士丰的手 恳求他今晚留下陪伴 士丰则立刻甩开翁主 委婉推脱 离开王宫的路上 恩于有些吃醋 问起士丰和翁主的关系 士丰连忙解释着 自己看着翁主长大 过去身为王上陪独神 时常会与年幼的翁主见面 除此之外 两人并无任何关系 见到士丰如此认真 恩于的心情瞬间好了大板 刚回到贵医馆 男人就看见贵医员正在医治一名患者 患者的症状居然和中毒的宫女一模一样 看来宫里的病情已经开始向外延伸 到了第二天 宫外的情况开始加剧 大量患病的平民来到贵医馆排队等待治疗 消息传回王宫里 内医院的太医们立刻借机发挥 将病情传染的锅甩在贵医员和士丰的身上 而王上也变得敏感暴躁 因为他也亲眼见过左相的鬼魂 恐惧使他想起惨死的先王 王上命令侍奉 绝不能让自己落得被毒死的下场 隔天 恩于再次来到宫中 在鬼魂第一次出现的景边观察 突然想起昨晚自己在鬼魂附近 闻到隐隐的百合香 就在恩于观察时 首席他一走来 得知恩于是侍奉的同伴后 开始出言侮辱 恩于很生气 男人正在对峙时 将日走来 找借口支走了首席太医 对于将日的搭救 恩于很感激 男人互相告知了姓名 随后恩于询问 宫中是否有种植百合的地方 将日摇摇头 这些药材都是从宫外买回来 来一对话时 将日看见士丰从远处出现 似乎很在意自己和恩于接触 但越是这样 他便故意聊得越热气 果然士丰将恩于带走 询问他和将日在说些什么 恩于不愿说出自己被辱骂的事 让士丰烦心 便声称 本人只是交换的姓名 但这句解释 还是打翻了士丰的醋坛子 让他闷闷不乐 夜晚 士丰告诉恩于一个线索 他在给宫女医治时 听说近期宫内的酒缸 频繁失窃 第一个发病的宫女 就是负责酒教的工作 说到这里 士丰又想起 自己曾问过那名宫女 当天夜晚 为何要前去荒废的中宫殿 还要靠近水井 当时宫女回答 只是偶然路过 现在想来 一定还有隐情 连恩立刻来到宫女的寝室 却发现她根本不在屋里 那一边 柜医馆的患者持续增多 可女儿却遇到了麻烦 热爱时装的她 在外认识了一群姐妹 原本想和她们一起开布庄 谁知这群姐妹 竟是混混组织成员 交女儿的钱财 席卷一空 女儿只好回家哭诉 厨娘也身无可恋 因为她也为了布庄 做了投资 男仆于心不忍 上前询问骗钱者姓名 谁知对方的组织投墨 正是当年男仆称霸街道时的小弟 男仆立刻勇闯混窝点 狠狠教训了投墨 将女儿的钱拿了回来 投墨为了奉承 提出邀请男仆喝酒 还特意介绍 这是免费从宫里拿来的酒 男仆觉得这是一条线索 回到医馆后 立刻汇报给了侍风和恩允 众人全体出动 守在宫外等待 果然不一会儿 就看见宫女拖着一板车酒水 停下后 她先是对着空气祈祷 随后将酒坛子放在地上 这时所有人出现 将宫女团团围住 在侍风和恩允的逼问下 宫女才说出真相 原来她收到了左向鬼魂的来信 信中威胁宫女 若想要活命 就要喝下紧绷的水 并且用这口井水 酿酒送出宫外 这些酒自然就被头目拿走 他们在进行分装售买 最终流入寻常百姓的手中 至于其他生病的宫女们 也是收到了这样一封信 于是主动喝下井水 染上了怪病 宫女的话 让恩允对那口井越发怀疑 她和侍风打开了井盖 下方传来一阵百合香味 恩允告诉侍风 自己翻阅药点 有一种毒药 仙女草和百合气味相似 且生长在水下 仙女草的毒性正好可以诱发恶心和呕吐 还有绿眼症 至此 这场投毒案算是正式告破 隔天侍风就让侍卫们 从井下打捞出一筐仙女草 并且废弃了这口井 风景之后 果然没有再出现新的患者 然而几日之后 街市上又有人散布谣言 声称前阵子的瘟疫 是由于王上得不配位 王上震怒 立刻让属下将张贴谣言的人抓捕沙子 当天夜里 神经紧张的王 再次看见了左相的幻想 他在寝殿中疯狂地挥舞着刀剑 吓坏了身边的工人 王上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立刻传召侍风进宫 天亮后 侍风和恩宇一起来到宫中 但宫中的毒物已除 侍风不知 为何王上还会再次看见鬼魂 对此 恩宇开始在寝殿周围观察 他觉得或许是人为的诡计 倘若昨晚真的有人假扮鬼魂 吓唬王上 那一定会留下些许痕迹 果然恩宇发现了一个古怪的东西 翁主听说王上的精神不好 立刻赶来探望 可一个内官却把他拦在门外 声称恩宇和王上接触之后 王上的身体情况变得更差了 翁主立刻来势汹汹地找到恩宇问责 但恩宇问心无愧 绝对没有任何加害王上的意思 盼着恩宇不卑不亢 翁主更加生气 命令他立刻在自己面前跪下 恩宇正要下跪时 侍风拦住了他 随后在翁主面前跪下 自愿替代恩宇接受一切处罚 侍风的举动让翁主一时守租无措 正好放懒人离开 而侍风的付出让恩宇很感动 一个能为了自己甘愿受辱的男人 必然值得用一生相守 懒人离开王宫后 围走几步又跟着一群宫女重新混入宫中 因为今晚将有一场计划 深夜一个身穿兽衣 戴着染血面具的人 悄悄溜进了王上寝殿 他悄悄掀起床帘 却不见踏上了王上 这时王上和侍风带着侍卫 从四面八方将其包围 扯下面具 这个人正是白天挑拨翁主的内观 原来恩宇在寝殿附近 发现的古怪之物是一些香灰 灰尽里也有一股淡淡的百合香 看来是有人将仙女草制成了香 夜晚在王上寝殿外点燃 让他再次产生幻觉 于是恩宇决定守住戴兔 让侍风说服王上配合眼线 假装病情加重 让装鬼之人放松警惕 再次出动 果然计划成功抓住了内观 面对询问 内观表示没有幕后主使 只因他依然追随左相 所以想要对付王上 随着内观被捕 宫中的风波搞一段落 但王上还是心有余悸 纵然有人装身弄鬼 但中毒后 他看见的左相 却是自身恐惧的映射 因为朝野大臣的怀疑 王上总是担心 自己当不好一个君王 对此 侍风给出了建议事 让王上战胜心结 以百姓为本 不要被大臣的立场左右 用自己的方式成为一个明君 隔天 王上在朝堂上 准备嘉奖侍风和贵一员 首席太医又开始发难 上书细数了 二人的各种欲加之罪 还率领内医院的人跪地恳求 让王上一定要将 士风和贵一员治罪 否则就集体辞职 见状 士风当众戳穿了 内医院的无能 如今 士风不要求名利 只是请求王上 放他和贵一馆的所有人离开 王上思考片刻后 同意让士风和贵一员离去 但也给了他们相应的荣誉 往后 他们开设的医馆 就是王上亲赐的民间御医馆 士风想要带着恩宇一起离开 可恩宇却拗不过父亲 还是要和他一起回到被流放的偏远地区 文言士风眼眶寒泪 纵然有再多不舍也只能放下 众人离开汉阳这天 士风故意走得缓慢 心中还是有一丝希望 能够等到恩宇 突然身后传来恩宇的呼唤 他果然拿着包袱朝自己奔跑而来 在最后一刻 恩宇终于说服了父亲 士风心急若狂 牵起恩宇的手 一起踏上旅程 一家人来到了落脚地 刚开设了新医馆 却遇到了汪主上门挑事 汪主带着侍卫在医馆大闹一通 外出看诊归来的士风健壮 立刻与汪主理论 他为何要这么做 汪主提起士风离开汉阳之前 自己曾屈尊对他求婚 但遭到士风的拒绝 这个行为严重玷污了身为汪主的名誉 所以自己就算再过分也情有可原 士风很无奈 汪主明明就是胡搅蛮缠 这时将日出现 他与汪主互换了眼神后 来到众人面前宣读圣旨 鉴于贵一园和士风开设的医馆 属于王上清典 所以要进行一番审核 在审核完成前 你需暂时关闭 听完圣旨 贵一园立刻提出异议 文言将日毫不留情地 在审核表上标记的低分 原来审核员就是他 将日高举着审核表格 告诉贵一园的人们 若想要顺利开张 就要让自己满意 这一次医馆审核的办法 也是将日想出的 他答应首席太医 自己会想方设法 阻碍士风的经典医馆开张 作为条件 事成之后 首席太医要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他 听到将日妄图夺走自己的位置 首席太医自然不肯 但将日承诺 到时候首席太医 必定会升上更高的位置 听到这里 太医才放下心来 协助将日达成了计划 开始审核之后 将日每天都带着大批侍卫来到贵医馆 把每个人都当成囚犯般看押 一举一动都严密监视 审核内容更是吹毛九次 鸡蛋里挑骨头 但屋外每天都有大批需要看病的平民 听着他们哀嚎遍野 贵医员于心不忍 大手一挥 离开了贵医馆 将日规定医馆关门 但没有让贵医员禁止行医 所以他带着伙伴们领寻地方 为贵医馆看病 医馆里便只剩下释风和恩宇 由于对恩宇有好感 将日对他的审核宽松 简单问话后就全都打出高分 但轮到释风时 将日开始无限针对 看见他医治一名皮肤病患者的药方上 还有让患者用创作小说的方式放松心情 将日觉得十分可笑 但释风觉得 很多病状不仅要医疾 还要医心 但将日不屑一顾 用这个理由把释风的新医之术 批得已闻不直 这次巡查 将日也带上翁主一起同行 翁主自然是以嫁给释风为目标 来到小镇没多久 翁主就迷上当地热脉的爱情小说 浪漫唯美的情节 让他唇心懵懂 翁主还特意记住了小说作者 是个名为昭天的人 而昭天正是释风医治的皮肤病患者 恩宇察觉到将日总是在针对释风 于是私下找到他说出心中的疑惑 在追查宫女众毒案时 将日告诉恩宇 自己和首席太医并非以求之和 那时的恩宇觉得将日是个富有正义感的太医 可有时候将日却显得冷漠又专横 尤其是面对释风 恩宇实在不知能否信任他 将日到底会不会秉持公正的审核医馆 听完恩宇的话 将日答应他自己会秉公半脸 不会故意针对释风 另一边被将日逼到有家不能回的贵医园 也开始想办法 他找到翁主提出一场交易 只要翁主能让将日达到回府 贵医园一定会全力撮合释风与翁主 夜里释风正在移至昭天 不知为何 昭天的皮肤病总是在恶化 释风觉得他工作的造纸屋里 或许存在让病情恶化的诱因 隔天一大早 和昭天一同在造纸屋工作的女孩 就匆匆来到贵医馆告知昭天不见了 女孩很担心 因为从几天前 昭天就显露出厌世的状态 释风和恩远忙着四处寻找昭天 他们搬来了昭天在家中书写的小说 可一打开 里面的刺激全都被墨水涂抹 看来是昭天自己也毁掉了辛苦写下的小说 这时屋外一阵动静 有人在河边发现昏迷的昭天 便把他送来到贵医馆 世风和恩远正在紧急医治昭天神 江热正好带人前来检查 现状立刻让人将世风拿下 世风觉得江热空暴私仇 自己明明在救人 为何要阻拦 可江热觉得昭天一看就是自寻短见 而他想不开的原因 正是世风医治不利 让他的病情恶化 足以证明世风是个害死病人的庸疑 世风被江热一顿羞辱 心情十分低了 汪主找准机会 带着美食前来游说 让他随自己回到汉阳城成婚 就不必遭受将日的欺负 但世风果断拒绝 他既不会返回汉阳城 也不会和汪主成婚 昭天正直生死一线 他不会弃自己的病人于不顾 世风的婉拒记起了汪主的胜负欲 他下定决心 一定要让世风甘愿臣服于自己脚下 这时他看见桌上有一张纸条 正是发现昭天时留在身旁的遗书 书读昭天所著爱情小说的汪主 突然灵光一闪 立刻来到自己的书库查阅 终于发现了一个线索 汪主找到世风 告知那份遗书 其实指涉某本小说里的一段内容 因为语句带有死别之意 所以被人裁剪下来 作为遗书混淆视听 见状世风怀疑是将日做的伪证 意在针对自己 他立刻找到将日对阵 面对遗书造假的证据 将日一时无言以对 世风立刻占据了主动权 声称他要对昭天的病情负责到底 公报私仇的将日无权妨碍自己 自从汪主帮了世风大忙 就成了医馆的常客 一来二去与医馆里的伙伴们也打成了一片 汪主得知男孩是个小神童 立刻拿了一本爱情小说交给他 让男孩别只看医书 多看看这些小说 才能知道世间的爱慕为何意 然而男孩看完却吓得哭了出来 世风和恩宇听见哭声 立刻去一探究竟 发现男孩手里的并非爱情小说 更像是一本充满负能量的日记 看看封面 这本日记和昭天被墨水涂抹的那本书 一模一样 看来两本书的内容也大同小异 这才会把男孩吓成这样 世风好奇 汪主究竟是从哪里得到这本日记 但又不愿主动接近他 看着世风纠结的模样 恩宇主动请英去询问汪主 汪主绝不会这么容易放过恩宇 作为交换也提出了一个条件 真相大白 原来这本日记是书商私自从昭天家拿来的 因为他着急拿到最新的小说 但那天昭天不在家 书商只好随意带走了几册本子 其中就包括这本日记 阴差阳错之下被汪主全都买走 这时昏迷的昭天也醒了过来 世风立刻带着日记本去询问昭天 那些欺负他的人究竟是谁 文言昭天泪如雨下 定他绝望的并非疾病 而是来自旁人的恶意 看见昭天的反应 世风确定自己已经找到了昭天的心病 接下来只要他勇敢面对说出真相 心中的阴影便会慢慢化解 在世风的鼓励下 昭天用他最擅长的写作 写出了藏于心底的秘密 医馆的人找到镇上的说书先生 想倾用他的摊位 对所有人讲出这个故事 为了配合小说情节 说书那天 先生拿出许多银两 想请一个十字的女子上台配合 很快造纸屋里昭天的小姐妹被邀请上台 可当他一翻开小说 看见的全是自己伙同其他女孩欺负昭天的情节 原来昭天一直都遭到造纸屋同伴的欺负 他们妒解昭天的写作才能 时常用造纸所用的有毒粉末 撒在昭天的伤口上 让他持续恶化 昭天溺水那天 也是小姐妹带头用墨水抹去了昭天手里的日记 还将他正在撰写的小说撕毁丢进河里 昭天正是去抢救小说时不幸溺水 之后小姐妹为了伪造昭天想不开的假象 将小说中某一段剪下充当遗书 真相就这样被揭开 小姐妹的阴狠毒辣 让他被所有村民唾弃 在一片骂声中 侍卫将他带走 这时说书先生摘下面具 原来替昭天主持公道的人正是侍风 昭天很感激 扑进侍风缓中放声大哭 侍风破了案子 又赢得满堂喝彩 讲者终于不敢再说什么 手心太阴听闻了这件事 立刻把将日召回汉阳城 痛斥他的失败 将日不甘心 恳求首席太医再给自己一个机会 他一定不会让侍风继续得意 几天后 贵医馆重新开业 还得到王上遇刺的物资和扁牌 所有人都聚集在扁牌下 兴高采烈 不远处的翁主 看着侍风和恩雨的互动 隐隐觉得这两人之间似乎不有爱慕 这个发现打翻了翁主的粗坛子 于是夜闯医馆将恩雨带走 要他履行之前答应的条件 那就是放弃侍风 把他的心交给翁主 狂妄的翁主直言 恩雨对侍风的恋慕是有害的 因为他是个寡妇 怎可禁于侍风这样优秀的男人 翁主的话让恩雨也失去了自信 他只能围着心眼告诉翁主 自己对侍风并非爱慕 只是想在他能够针灸之前 成为侍风的手 翁主得知恩雨对侍风并无爱慕 这才稍微放心 水池侍风就站在不远处 将两人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 夜晚 世风专程找到恩雨 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他绝对不会迎娶翁主 就算王上下旨成婚 他也无法答应 夜晚 翁主借着手部受伤 在先令的陪同下来到贵医馆 指明要世风为自己医治 他的心意路人皆知 果然在与世风独处时 翁主再次放话 一定要嫁给世风 因为他是自己的初恋 世风无奈 只愿翁主根本不了解自己 他的人生大起大落 不再像年幼神那样积极乐观 世风也曾对世界绝望 想过一思两知 但在最后一刻 是恩雨拉住了他 请他继续行医 救下更多的人 听完世风的心声 翁主显得有些暴躁 倘若他不能嫁给世风 就只能按照幼时定下的婚约 嫁给领相之子 一想起这件事 翁主就满腔愤怒 离开时 直接把世风卧室的门板推倒 这让世风感到无比震惊 经过一夜思考后 他决定去面见王上 因为世风觉得 翁主提到领相之子的愤怒 和执意要嫁给自己的决心 其实是一种心病 只有查出源头 才能让翁主放弃自己 来到王宫 世风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王上便告诉他 一见翁主的过往故事 他曾经和领相之子举办过婚礼 可在大婚前夜 翁主却称病逃跑 领相虽然生气 但却没有取消婚审 直到现在 也依然想要继续完成婚礼 因为翁主始终保持沉默 王上至今都不知 他为何要逃婚 世风推测 翁主逃婚的理由 正是他的心病 并且这个心病 和领相之子 有着密切的关系 终于世风联系到了领相之子 经过一夜长谈 他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始末 由于翁主的母亲是先王的侧妃 庶出的他从向地位低贱 但好在先王和王上都十分疼爱 而领相之子是正统的官家独子 两人的矛盾点正是在于 官吏嫡出子和王家庶出女的区别上 翁主曾与领相之子交往过 彼此互有好感 但就在大婚前日 领相之子对翁主告白 话语中不断强调 他为庶出的身份 还声称家族中因为翁主的庶出身份 反对者颇多 但他还是对翁主一片痴心 谁知这番直肠子的告白 却踩中了翁主的雷点 他最痛恨有人拿他庶出的身份说话 索性逃婚 不愿嫁给领相之子 历清了矛盾后 世风和医管众人开始制定方案 要让领相之子学会高情商发言 挽回翁主的心 然而领相之子属实为直男矮晚期 大家的调教丝毫没有成效 无奈之下 恩宇想了个办法 既然他无法变通 不如直接将标准答案背下 恩宇立刻来到翁主房里 要了几本他最喜欢的爱情小说 之后再与世风 将书里令人心动的句子抄下 交给领相之子背诵 作战者田 上宫将翁主引到了森林中 随后让领相之子登场 在花瓣威风的人工渲染之下 领相之子说出诸多心动台词 只可惜翁主还是没有被打动 反而一抬腿将鞋子飞出 不偏不倚地砸中蜜蜂窝 瞬间大批蜜蜂直冲向领相之子和他自己 关键时刻 领相之子将翁主护在怀中 自己忍受着风遮的痛苦 夜晚翁主找到了世风 劝他不要再百费力气 领相之子的尊卑言论深深伤到了他 他无法释怀 也无法原谅对方 可是风却觉得 这一切都是翁主的心病 他虽然是庶主 但也有得到幸福的资格 只有自我真爱 才会收获更多的爱 翁主的心豁然开朗 他对世风致歉 之前一味地要嫁给他 只是想利用世风逃避嫁给领相之子的现实 与世风告别后 翁主走进了领相之子的房间 两人正式解开矛盾 握手言和 见到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恩宇十分欣慰 这时世风教主恩宇 认真地询问他 倘若自己可以再次试真 恩宇是否会离开 恩宇思考片刻后 回答自己不会离开 因为他的心之所向 一直都是世风 闻言 世风紧紧拥抱了恩宇 隔天 翁主跟着领相之子返回汉阳城 贵仪馆的人 悬体为他们送行 深夜 有人急匆匆地送来伤员 世风连忙出门一看 这个浑身是血 陷入昏迷的人 竟然是将日 世风和贵仪员立刻把将日救下 处理好伤口后 纷纷猜测他遭此不测的原因 由于他之前未能打败世风 如今看来一定是被内医院抛弃 这才会身受重伤 沦落山野 隔天将日醒来 落魄的他 全然没了先前做监察时 那般高傲 坐上医馆的饭桌 就开始大快朵仪 对于将日之后的去向 医馆里的人意见不一 女人小孩慢心软 想要把他留下 对此 贵医员和世风强烈反对 但将日为人处身 比世风圆滑得多 白天医馆营业时 时常会有富贵家庭的患者 要求世风用昂贵的药材 但耿直的世风不知变通 只知距离力争 表达便宜的药材 也有同样的效果 只有将日恭恭敬敬地 奉上昂贵药材 让客人满意离开 时候才告诉世风 其实药包里只是普通药材 与其浪费时间和患者争辩 不如用这个时间多看几个病人 见到将日处处表现 恩宇有些担心 他私下找到将日谈话 询问他再次返回医馆 是否另有所图 将日否认 声称他只是个内医院的棋子 没有去处才会回到贵医馆 恩宇将信将疑 但还是说出了心中的想法 他不希望将日留下 让平静的贵医馆 徒增一枚隐患 将日理解恩宇 承诺伤好之后就会离开 最近县令遇到了个烦恼 他一直在八戒的大人发出信号 表示自己想要纳妾 若是县令家有妙龄的庶女 可以献给他 两人结亲之后 县令自然就攀上了大人这个高知 但县令家族中全是男人 他闽思苦想 竟也有了眉目 启发他的正是贵医员 某天县令记起 贵医员曾给弟弟的小妾接生 他立刻找到贵医员 追问当年那名女子 生下孩子的信息 若是一名女孩 那便是县令的亲侄女 贵医员强忍慌乱 坚持那名孩子已经夭折 然而这个孩子并没有死 他被贵医员收养 正是如今的女儿 回到医馆后 贵医员勒令女儿不准再出门 可隔天 女儿还是要去了街上 还被县令盯上了 县令观察着女儿 越看越像那个小妾 于是主动上前 将女儿的绅士告知 女儿回到家中 对着贵医员大发一通脾气 责怪他隐瞒自己多年 隔天女儿就出发 来到县令家州 他只是想知道 更多关于父母的事 但县令怎会放弃 送上门的肥肉 立刻将女儿软禁了起来 贵医员发现女儿不见 立刻找到县令 但县令不让他与女儿见面 还挑拨离界 称女儿早就想离开 医馆这个贫穷的家庭 贵医员十分难过 回到医馆 对大家说出了这件事 倘若女儿真的想要留在县令家 过安逸的日子 她便不再纠缠 因为贵医员知道 自己确实无法给女儿 游卧的生活 正当贵医员陷入忧思时 在官府当立的友人 从中来报 告知贵医员 县令要把女儿 嫁给70岁的大人 这一刻贵医员才明白过来 县令火急火燎 要找回女儿的原因 夜晚她穿上一身黑衣 实践潜入县令家中 逼问之下得知女儿早已被她连夜送去了大人的府上 贵医员和侍风立刻紧随其后 最终是将日设法找到了县令 用女儿贿赂大人进行买官的证据 众人才成功将女儿救下 就在大家护送女儿回家时 将日如有所思地看了县令一眼 当晚又亲自登门拜访 只见将日狡黠一笑 现然心中有别的算盘 果然将日并未感谢归正 她怂恿县令写下上书 指控侍风利用与王上的交情 逼迫县令让她当上医员 她想要迎娶首节中的寡妇 上书很快传到了宫中 内医院的太医们再次集体发声 请求王上惩罚侍风 面对声势浩大的指控 王上即便相信侍风的人品 也一时骑虎难下 她只好写下密信一封 人悄悄带去给贵医员 信中称内医院要抹去 侍风之前的所有头衔 包括她的状元名次 和内医院的首席真一 从此再也不能进出王宫 贵医员在看信时 意外被恩宇发现 得知侍风处境困难 她也忧心忡忡 夜晚贵医员将这封信交给侍风 如今汉阳城的太医们 对侍风虎视眈眈 王上拦下了第一波弹劾 说再有侍风的把柄流出 要封住群臣之口 只会更加困难 因此接下来需要步步谨慎 从此之后 侍风只负责接待男患者 恩宇接待女患者 来人在公众场合 要保持距离 侍风有些不满 她自认身正不怕影子歪 可贵医员提醒她 就算她无所畏惧 但也要为恩宇的名声着想 听到涉及的恩宇 侍风只好妥协 事实证明 贵医员的安排没有错 先令为了抓住 侍风更多把柄 派了一名经常混在 医馆的侍卫前来卧底 让她记录下 侍风和恩宇的不伦举动 可贵医馆的人 对她十分友好 每回出现 都有好菜好饭招待 世卫良心不安 最终没有选择帮助限令 她上交的观察报告 找不出一丝可疑之处 限令看完大发雷霆 亲近带人闯入医馆 一通野蛮的搜查后 找到了一箱 之前恩宇和侍风的通信 限令得意洋洋 只要把这些信件上交 就能证明 两人确实早就暗生情愫 关键时刻 贵医员出面 她拿出上一次 限令买卖官职的文件 作为交换 提出把信件和文件 一同烧毁 这一回合就当和解 限令斟酌一番 觉得这个交易可行 于是答应放过 世丰和恩宇一马 事后恩宇坐在角落 独自垂垒 总觉得事情变得 越来越糟糕 文言世丰安慰她 不要因为这些事而难过 就算最后自己被剥夺身份 至少还有这个医馆 可以落脚 可以继续和恩宇在一起 限令没能得逞 又想出一个办法 她再次派了侍卫 到医馆严密监审 为了个应 世丰和恩宇 限令直接 对整个镇上的女人 下了禁足令 世丰则是限制了 外出时间 当晚有人匆匆上门 要求医员出诊 任务只好落在 跪医员的头上 隔离期间 将人又开始上蹿下跳 一会来到恩宇面前 制造焦虑 一会儿又来到世丰身边 威逼恐吓 还抽空与县令密会 商量着坏点子 瞧得算 今晚他们俩所在的酒楼 正好是贵医员出诊的地方 不出意外的 贵医员发现了 他们联署的秘密 隔天一早 一个小女孩哭着走进医馆 身上全都是血迹 原来昨晚她的母亲难产 但因为禁足令 无法就医 痛苦了一夜 文言恩宇很心结 但此时 医员们都外出了 恩宇思索片刻 索性把心一横 不顾禁令 跟着女孩活到家 世丰回到医馆后 听说了这件事 立刻以最快的速度 赶到了女孩家中 老人合力将生命垂危的孕妇酒活 并接生了她的孩子 随着婴儿的啼哭 屋外却响起一阵野蛮的声音 几个混混蓄意闹事 以世丰和恩宇 违反禁令为由 准备大打出手 世丰为了保护恩宇 脑袋上挨了 种种一击 她掏出一袋粉末 在躲避中洒在混混们的眼睛上 恐喝到若是不及时洗净 这辈子就会失明 文言混混们只好灰溜溜地离开 回家的路上 夕阳西下 世丰牵起恩宇的手 多想就这样无忧无虑地 一直走到尽头 夜晚 恩宇帮世丰处理伤口时 内心再次陷入自责 是世丰对自己的爱 让她的处境举步维艰 而相爱的人 最怕看到令人痛苦 所以恩宇决定离开 清晨她给世丰留下一封信后 就前往码头 准备乘船离去 在码头上 恩宇和江日相遇 恩宇解释自己思念父亲 相呼一趟黑山岛 小的是江日也表示 自己要去那边看着 恩宇前脚刚到黑山岛 安顿下来 世丰便紧跟着来到岛上 随之在途中与江日狭路相逢 两人一路扭打到了恩宇家门口 直到恩宇家人出面 才勉强放开手 两人在恩宇家用餐后 世丰借口头上的伤口需要换药 和恩宇独处了一会儿 世丰的心思 恩宇怎会不知 她不惜千里追来这里 肯定不仅仅是让自己处理伤口 但恩宇也知道世丰的处境 他们不可能在一起 隔天恩宇外出看着 世丰也强行跟去 一位官家女子选择自艺 还好发现急蛇被救了回来 不一会儿另一个贵妇走来 反手给了虚弱的女子一巴掌 这一幕让世丰和恩宇猝不及防 一旁的仆人解释者 肆意的女子是郑大人 即将迎娶的妾室 大人的则是她的郑妻 两人的矛盾源于一枚戒指 夜晚将日带着恩宇 来到郑大人的府邸 由恩宇为郑妻看着 可郑妻拒不配合 还一直要求恩宇去治好妾室的伤 经过这一晚 细心的恩宇发现 郑妻对妾室虽然有仇恨 但并不像争宠的妒义 并且他们像是早已认识 第二天恩宇再次上门 为郑妻看枕 屋内摆设凌乱 前一刻郑妻才和郑大人 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因为郑大人拿来了 妾室的一枚戒指 这枚戒指和郑妻手上的 正好是一对 看到这个信物 郑妻立刻发起风来 试图想用杀死郑大人的方法 阻止她迎娶妾室 另一边 侍风来到妾室家中 看枕时 妾室不停垂着胸口 看似郁妾难说 但她不关心自己 却在意郑妻的疾病 言语中满是关心 这让侍风也意识到 或许妾室和郑妻的关系 并不寻常 夜晚回到恩宇家后 将是突然提出 想带着恩宇前往倾国 精进医术 侍风听到这句话 心中十分纠结 这对好学的恩宇 确实是个好机会 但对自己 却是分离的痛苦 由于她在意这件事 侍风居然思虑成疾 大半夜的在屋里发起烧来 恩宇就这样照顾了一整夜 天亮时分 侍风醒过来 她对恩宇告白 自己无法接受 她离开一分一秒 一想到恩宇离她而去 侍风的胸口便会闷起来 喘不上戒 侍风的肺腑之言 让恩宇也为之动容 忍不住落下眼泪 由于侍风对心病的理解 她也明白了 妾室和正气的关系 妾室胸口的烦闷 还有两人一对的戒指 都说明他们才是一对恋人 正气默认了时风的话 但她也有自己的苦衷 原来正气早已病入膏肓 不能陪在妾室身边 为了让对方死心 自己才会故意苛待她 听完了正气和妾室的故事 恩宇眼中含泪 她劝说正气 不管是生是死 既然是恋人 那么在一起的时光 就是最宝贵的 至少在人间 能够不留遗憾 听到恩宇的鼓励 正气终于鼓起勇气 约了妾室在世纪相见 见面后 两人深情对视 正气重新为恋人 戴上了那枚戒指 最终两人在恩宇的帮助下 离开了小岛 挣脱了世所禁国 私奔而去 送走了他们 恩宇百感交集 他能劝说他人勇敢 但自己却做不到 世风温柔地拥抱了他 并带着恩宇去往烟火寄 对着璀璨的火光 世风许下心愿 希望两人能永远在一起 也希望恩宇不要再隐瞒心意 只要两人牵着手 无论多大的阻碍都能克服 恩宇被世风的深情打动 点头答应了世风的心愿 烟花再次落下 世风捧起恩宇的脸 亲吻下去 世风对恩宇表白心气之后 带着他回到了医馆 这天跪医馆 来了一个大婶 大婶说起 自己患上了失眠症 是由于帮世风 写过请愿书之后 担心被牙医带走 而引起不安 原来自从世风 遭到内医院和县令的弹劾之后 贵医员就组织了大批乡民 写了上百封请愿书 想要为世风证明清白 此举正是和县令作对 若是被抓住 便会被关进牢中 世风医治大婶 别让男孩将他的请愿书拿来 既然这封书信是心病之源 那就将其烧掉就好 反正屋里还有很多其他请愿书 然而大婶依然愁眉不展 原来他正是县令派来的间谍 大婶是个寡妇 并且是个归顺的义族 若被发现就要被遣送回本国 县令利用这个把柄 交给大婶一瓶催情药 让他趁着与世风独处时 对他下药 知道一些他与其他寡妇 私混的丑闻 大婶紧记着县令的话 一直在伺机寻找机会 大婶尝试下药 但碰上了厨娘导致失败 隔天他要离开医馆 厨娘送上了几张烧饼 其实厨娘早已看出来 大婶是个规划的义族 因为他自己眼神 当年厨娘的身份暴露 被赶出了家门 无人愿意雇佣义族工作 他只好在野边占卜算命 但每天都遭到乡民的羞辱 他急长路路走投无路时 多亏了贵义员伸出援手将他收留 因此厨娘也鼓励大婶 不要失去希望 好好活着 总会遇到好事发生 厨娘的话和世风的关心 都感化了大婶 面对最后一个想要机会 他主动选择了放弃 随后来到县令面前汇报 表示自己下不了手 因为贵义馆里的都是好人 两人发生争执 大婶不小心抓伤了县令的脸 他露出了杀气腾腾的眼神 隔天贵义员带着满满的请愿书 准备前往都城 就在昨夜 将日找到贵义员 继续抢颜吝啬 为自己开脱 想回到贵义馆成为卧底 但贵义员没有上当 他留意到 没在将日看着世风的眼神 都充满着怨气 若说他们没有过节 自己第一个不信 这句话让将日想起了过去 在世风的事业如日中天时 将日还算内医院一个小小医官 某天因为事真失败 差点让一名宫女死亡 遭到了世风一顿唾骂 还告诉内医院 千万不要招入像他一样的佣衣 可见是成了将日心中的字 每每想起 心中都充满怒火 贵义员虽然不知道这段往事 但他还是奉劝将日 不要被怨恨蒙蔽心智 而是想办法拯救自己 夜晚 恩宇发现将日鬼鬼祟祟的 潜入贵义员的屋里 他想起了贵义员临走前的叮嘱 他交给恩宇一本 专门搜集县令 以及内医院罪行的记录本 为了提防将日 贵义员在自己家中 准备了一本假的 他希望恩宇能帮忙盯着将日 看看他是否会偷走记录本 交给背后的同伙 事实证明 贵义员料想的没错 将日找到本子后 立刻前往了县令家中 恩宇紧随其后 谁知将日刚进去 立刻就匆匆离开 恩宇不解 进屋一看 地上竟有大片新鲜的血结 恩宇立刻随着将日而去 发现他来到荒野林间 找到正在满尸的县令 恩宇很慌张 挪动脚步时 惊动了县令 立刻遭到追杀 关键时刻将日挡在他面前 为了救下恩宇 挨了谢令一刀 恩宇在山上逃亡许久 但还是被谢令抓住 掐着他的脖子直到窒息 这时 士风扯了过来 他打跑了谢令 面对命悬一线的恩宇 他多希望自己的手能恢复正常 施针救回恩宇的性命 士风握了我拳头 尝试拿出一支针 颤抖地靠近恩宇的额头 经过一番功夫后 终于刺进恩宇的穴位 紧接着他再次抽出一针 虽然还有些不习惯 但已经渐入佳境 士针结束后 士风将恩宇放进怀中 将所有希望都倾注在 接下来的三秒之中 只见倒数结束 恩宇睁开了眼睛 见到士风救下自己 恩宇感激涕灵 可士风却要感激他 若不是恩宇 自己恐怕永远也没有勇气 再次拿起银针 说完士风将恩宇紧紧涌入怀中 受伤的县令仓皇逃走 途中却被赶来的 以管伙伴们团团包围 贵医员带来的侍卫 将作恶多端的县令捉拿 不远处因为帮助恩宇而受伤了将人 也得到了贵医员的救治 危机解除后 士风背着恩宇走下山 经过生离死别 两人的感情更加稳固 士风多想就这样一辈子背着恩宇 不愿放他离开半步 将日被救后陷入了很长时间的昏迷 在此期间 士风曾听到他的梦中抑郁 似乎在与某人争辩 质问对方凭什么质疑自己医官的资格 士风脑中突然浮现一段多年前的记忆 当年他还在那医院独当一面 某次因为一个小医员犯了错 就对他无情打击 说出对方不配行医的话语 士风立刻却查阅了记录 发现那个小医员正是将日 士风恍然大悟 原来将日对自己的敌意 正是源于这件事 不久之后 将日醒了过来 士风对他致歉 解开了将日的心结 得吃了两人的过往羁绊 贵医院建议士风也要移好自己的心 解决遗留在都城的纷扰 只有收拾好了一切 才能轻松坦然地和恩于在一起 于是士风与将日一同返回王宫 在王上面前揭发了县令的罪行 还弹劾了与他同流合污的内医院全体 王上震怒 立刻将内医院进行大洗牌 并任命士风接管 虽然重回王宫任职 但士风并没有离开恩于 而是劝他去考取医女资格 与自己成为一对行医眷侣 恩于不负众望 顺利成为医女 留在后宫之中为妃嫔看病 恰逢最近中殿有血 恩于立刻肩负起为中殿安胎的重任 但中殿第一次怀孕 内心总是担忧不已 导致生产时遭遇了难产 一度陷入昏迷之中 见状恩于并没有慌了神 他冷静地采取应对 让人准备汤药的间歇 用银针刺进中殿的血尾 恩于的临危不惧 最终拯救了中殿 也让他顺利生下了王子 中殿感激恩于的救命之恩 恳请王上成全他与士风 撤销守劫寡妇的身份 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名正言顺地在一起 很快王上就颁布了旨意 恩于和士风两人深情对望 眼中满是感动 第二年 士风终于在贵仪馆中迎娶了恩于 两人正式成了夫妻 贵姻缘继续在白天扮演 事前如命的民间姻缘 在夜里却成了资助百姓的侠客 令他意外地帅 江润也继承了他的一波 在民间开设医馆救死扶上 贵姻馆中 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钟爱的事业 日子一片欣欣向荣 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士风 从此也在贵姻馆中 用温和的笑脸迎来每一个患者 成为一个不仅能医治身体 连内心也可以放心地交给他的名医 本剧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 拜拜